兄弟们荒野独居第二季结束终于来了 这是最真实的荒野求生 同样是十个人 同样是实践装备 孤身来到熊比人多的荒野禁地 只要在这待到最后 50万美金拿到你手软 在这里你可以徒手钓大鱼 小刀硬钢大狮子 甚至生吞野牦牛 这些都是选手们的常规操作 精彩程度可以说是无精彩到周吉伦精彩绝伦 这次的挑战地点没有变 还是低系中的温哥华岛上的荒野 如果你觉得这地方还不错的话 建议你看完第一季完整版 就知道这里到底有多恐怖了 在这里大概有5万只大黑熊 毫不夸张地说 这集的十位选手 几乎都能分到三头黑熊做邻居 要么就烤熊肉 要么就被熊烤 至于要怎么玩 全凭自己的真本事 随着节目组飞机的出场 十位选手被随机分别投放到各个岛屿上 从此刻开始 危险 饥饿 寒冷 将成为他们在这里的主要难题 废话不多说 精彩马上开始 有请我们第一位登场的大宝贝 这个兴奋到脸都黑了的黑哥 叫戴斯蒙 他来自非洲的一个48人大家庭 为了参加这期荒野独居 他告别了四个妈妈和十位兄弟 七个老婆和八个孩子 刚落就发现了一条带着瀑布的小溪 没想到一转身淡水就解决了 看来这是个好的开始 接下来就是要考虑搭建庇护所了 这里周围杂草丛生潮湿炎热 跟节目组吹嘘的宽敞明亮 根本不一样 还没走几步 他就发现了大黑熊的欧利给 前一秒瞬间就被吓得脸都黑了 内心也是慌得一批的 一想到附近可能有只熊大在游荡 双腿就忍住不住时打战 他想起出门时跟朋友们吹过的牛 但吹牛归吹牛现世还是怂点好 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找怪风水 保地安营扎寨 好家伙 这还是新鲜冒着热气的 看来身边已经分配了好几头黑熊 在雨林里兜兜转着了一圈 总算找到个比较适合居住的地方 黑熊的嗅穴极其灵敏 想要不被偷加那食物必须往高处挂 结果也不知道是树太高 还是知道附近有黑熊手抖的厉害 他弄了半小时都没有挂上去 好巧不巧的是 旁边的灌木丛中传来声音 但斯蒙随便哄了几声 没想到还听到了大黑熊的回应 这把这老黑吓得脸都黑了 一下子撒腿就往海边跑去 作为第二位登场的大宝贝 拉里给自己定制了一套完美的生存计划 落地后第一件事 就是找地方搭建庇护所 可环顾一圈四周后 发现此处不是杂草丛生 就是巨石陡峭 贸然翻阅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况且他也不打算到林子里搭建庇护所 算了因地之一在周围找个竖叉 虽然地势不怎么样 在上面直接挂个防水布 这就是一个遮风挡雨的好地方了 一番忙活后 一个可以勉强可以睡觉的地方就搭好了 他欣赏着眼前的骑坐 马上就发现了个严重的错误 他的庇护所搭在了海水的附近 要是晚上遇到涨潮 可能明天自己就要泡在海水里翻白眼了 看来只能继续上山寻找住所了 拉丽在家里还是个胡子拉叉的老大叔 年轻的时候还是蛮帅的 他和妻子已经结婚27年 到现在都没有怀上一个小宝宝 参加这期荒野独居的目的 就是为了奖金 他们想在网上发布重金求子 看看有没有好人愿意帮忙 经过一番长途跋涉 拉丽发现这个陡坡好像走不到尽头 每走一步都要消耗大量的体力 而且随时还有受伤的危险 天空还下着大雨山路异常难走 他还要面临着失温的风险 没有办法 拉丽只能找块空地 临时搭个锥形庇护所 剩下的事只能等明天再说了 第三位当场的选手叫凯特 别人开场就是大暴雨 他这里确实阳光灿烂的步行 不知道的我还以为他是有主角光环的人呢 结果也是如此 还没走几步就发现了一块风水宝地 只需要简单清理一下 就可以拎包入住 卡特是一个以外消防员 早些年丈夫就跟小三跑了 现在跟两个女儿和母亲住在一起 但他那薄弱的工资 无法承担起女儿的学费 因此他决定放手一搏 收拾好行李 也踏上了荒岛求生的道路 一根木头横跨两边 再加上一块防水布 凯特很快就搭建好了一个三角形帐篷 虽然样子看起来有点寒酸 但熬过今晚绝对没问题 这个大胖妞是第四位登场的选手 我第一眼甚至没看出他是男侍女 特雷西拥有着魁梧的身材 单凭这顿位就知道他的实力不容小觑了 话都还没说完 他就给我们表演了一个徒手拔树的绝活 就他这番力大黑熊看了都得都露搜 他说自己是一名空军执法人员 上游小下游老 还是两个孙女的奶奶 但如此庞大的家庭开销肯定不会小 作为家里最大的顶梁柱 他告别年迈的母亲和狗子 来到节目组参加了比赛 他还专门将体重提升到了350磅 这对脂肪挨一个星期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就是这纹身多少有点不吉利 作为军人的特雷西 拥有丰富的野外求生经验 当即就地取材直接在两棵树中间 就搭建了鞋棚庇护所 这速度这效率绝对是一个求生老大哥的风范 营地的事解决后 特雷西特意来到海边散散心 结果这一散就散出了个难题 眼前这一大堆一背 看得他直咽口水 如果放开肚子吃的话 他能在这里带到节目组破产都行 可现在岛屿正处于赤潮季节 毒枣会在水中大量繁殖 这些贝壳受到污染后 会含有麻痹性毒素 要是吃了人可能会直接隔屁 看着这么多肥美的海鲜不能吃 特雷西说这是自己这辈子最烦的事情了 镜头又回到了老黑哥戴斯蒙这边 现在谁还劝他回到森林 他就跟水绝交 即便怕得双腿发抖 但根本不影响他嘴硬 他坐在教室上静静地思考人生 看过荒野独居第一季的人都知道 有位参赛选手被狗熊当场吃掉 这血淋淋的潜力就摆在眼前 别说老黑戴斯蒙了 就连那几个强奸非洲巨蟹的印度三哥都直打战 现在他的内心非常胶着 正纠结着到底还要不要参加挑战 但走的夜路多钟欲鬼 只要大黑熊还在这里 总有一天会碰上的 最终戴斯蒙通知了节目所来救驾 参加比赛的第一天就退赛了 他最担心的是曾经吹过的牛这下没法收场了 但一头成年狗熊可是重达300多斤 光这体重就能给他压出翔来 就这样 戴斯蒙就成为了第二季 被依托熊分吓跑的选手 这段短暂的经历 很可能会成为他一生都挥之不去的阴影 时间来到了晚上 树林里传来一阵阵稀里哗啦的声音 还伴随着野兽在周围散步的动静 但这个胖妞特雷西 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甚至内心还有点小兴奋 为了睁眼第一时间就能拿到趁手的武器 他把战俘放在睡袋旁边 微笑地等待着掠尸者的到来 难道这就是身上300多斤肥镖给他的自信吗 此时特雷西的情绪平静如水 他一个喷嚏下去 就能吓走方圆百里的生物 黑熊精今夜还算拾去 知道眼前这个胖蹲 是他不该招惹的人物 第二天一大早 凯特就被屋外的雨水声吵醒 起身一看才知道 自己的睡袋里已经变成了游泳池 就连包裹里的东西全都被泡了 好在身旁最重要的蚕丝睡袋 并没受到影响 这差点把凯特给整崩溃了 但很快又调整心态振作了起来 在50万美金的诱惑下 眼前的这些困难算个锤子 他又重新制定了一套搭建庇护所的方案 其实就是把多余的防水布扑在地上 其他的还是沿用之前的设计 这样不管是头顶还是身下都不会渗水了 拉里起床首先给自己煮杯 白开水暖暖身子 旁边就是一条流动的小溪 淡水问题根本不用愁 但他的庇护所靠得太近了 要是突然来个大暴雨 这将会是个可以预知的大灾难 这才比赛第二天 拉里就觉得自己开始力不从心了 对于接下来的比赛 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地活下去了 这才开去第二天 就有人被一坨熊粉吓破了胆子吵着退赛了 事实证明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本事和胆量 自己在家里的后花园溜达一圈就算了 千万别来这种黑熊便宜的荒芜之地 荒野独居的50万奖金 并不是看了几记求生视频就能拿走的 挑战来到了第五天 这个穿着裤衩在海边漫步的男人叫贾斯丁 知道的他是来荒野求生的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过来度假的呢 贾斯丁在部队当了15年王牌飞行员 也是一名吊炸天的狙击手 现在在学校从事打鸟教学 作为王牌老兵的他 有着丰富的丛林生存经验 而这次挑战对他来说 更是实力的一次验证 刚下飞机来到荒野 相比庇护所他更在意的是食物问题 所以首要任务就是带上装备 到处寻找大黑熊 突然他就在海边停下了脚步 原来海里的一只蛋白质吸引了他的注意 虽然鸭肉肥美多汁香嫩可口 但他的出现让贾斯丁卷在这并不孤单 所以他决定先放他一马 下次见到可不一定了 在树林里游走了一下午 除了看到一只落单的小鸟外 其他会呼吸的动物 愣是一只都没碰上 最后实在饿得不行了 没办法他只好决定回去 把刚才遇到的那只鸭子祸祸了 可刚来到岸边时 眼前这一幕直接让他猛逼了 他在这唯一的小伙伴几个小时还活蹦乱跳的 现在突然就暴失荒野了 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他怀疑鸭子是淹死的但没有证据 贾斯丁也没想到 噩耗竟会来得如此突然 伤心的泪水不经意的就从嘴角飙了出来 虽然心里悲痛万分心如刀割 也许是现在还不握食欲也没上头 贾斯丁决定将他的小伙伴来个海葬 还给他举行了一场大型追悼会 然后垂头丧气的返回营地 本想着可以来个北京烤鸭的 没想到连跟鸭毛都没适上 这说出来多少让人有点心腮 这个来自科罗拉多州的男人叫迈克 要说实力他绝对是十位选手里最猛的 刚下飞机他就收集了大量海藻植物 各种颜色的都找了一些来 现场就给我们上了一场海藻料理课 绿色的软糯香甜 黑色的口感不错味道现佳 这条像牛鞭一样的海藻 是他今天的主食 据说吃了能壮阳补肾 晚上床板都能断几根 迈克一口下去才发现 原来真的是嘎嘣脆牛肉味 虽然吃海藻能扛个十天半个月 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想要长期生存还得靠蛋白质 迈克决定在浅滩下 捣一张刺网来抓鱼 地点选择在了大海的出入水口处 希望涨落潮时能给他抓到几条鱼 这张终极刺网一下水 估计整个温哥华岛的海湾都为之颤抖 鱼网布置好后 心里美滋滋的迈克决定在海边熟悉一下环境 岸边除了有源源不断的海藻之外 还散落着一坨接着一坨的熊粪 这该不会是黑熊吃了海藻拉稀了吧 甚至还有几坨是新鲜冒着热气的 看到这迈克内心不尽一颤 难道这次的黑熊邻居是个大家族吗 迈克曾经是一名空军生存教练 负责教飞行员坠机后如何逃生 所以在生存建造这一块 他再熟悉不过了 来参加挑战 一方面是调剂夫妻之间的感情 另外一方面就是想证明自己的实力 但如果夺冠的话 兰迪一大早就整了杯荒野咖啡做早餐 吃饱喝足后 他开始计划着今天的捕猎方案 他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某个边缘城市 这是兰迪年轻时的照片 如今岁月这把杀猪刀把他砍得都不成样子了 他的大半生都在野外担任荒野教学工作 精通各种地形的求生技能 和野外陷阱捕猎技巧 是一个吊炸天的野外生存达人 如今老婆给他添了件小梅奥 为了让他从小过上白富美的生活 他不得不参加这次挑战赢取奖金 以此来兑现他给女儿的这份承诺 首刮棚里仅有一个红色睡袋和一番防水布 其他的都得靠自己去打造完成 今天他要给大家展示的是最简单 也是成功率最高的落实陷阱 只需两根木棍和一根绳子就能完成 如果找不到大石头 还可以用木头代替 就这三根木头压下去 就连美洲师来了 也得趴着唱征服 镜头给到凯特这边 庇护所升级改造后 总算是不漏水了 眼看屋外的雨势并不大 他决定在庇护所周围搭建个火炉 毕竟在这种潮湿阴冷的环境中 缺少持续的火源和木材是很艰难的 先在两棵大树之间砍出个凹槽 接着把长木卡进去绑紧 最后铺上一层防水布用来挡雨 地上再用石头围起来 做成一个防火堆 一个生火干贩的地方就搞定了 另外他还计划着给新家安装一套防盗门 如此一来晚上在里面跳脱一舞都不怕了 把木头固定在门口支架上 再用杂草当门链一根根的插在木头上 一顿操作猛如虎 半个小时过去一个原生态的防盗门就完工了 最后再搞个三脚架 把大门撑起来 躺在里面机宝门又能查看外面的情况 那种家的味道撑一下就上来了 接下来只需安心去寻找蛋白质即可 时间来到了第六天 厂上还剩九名求生大佬 麦克一大早决定 到海边检查渔网 可一看到海边风平浪静时 他的心就彻底凉了一半 本以为今天渔网会空军收场 可走近一看 竟然有条非洲计挂在上面 更让他兴奋的是 还没来得及高兴 又发现一条死不明目的三尾玉 再往前走又是一条 好家伙 我直接好家伙 这种开挂式的荒野求生 麦克拿冠军我看已经内定下来了 因为在这种百万生存挑战赛中 蛋白质的重要性可以说堪比黄金还贵重 即便他已经连续饿了六天 当下一只敢吃一条来过过嘴饮 剩下的两条他还要储藏起来 严薰的话气味会招来野兽 不做处理的话又会很快变质 而挖个坑埋了 这是麦克想到两全气味的方法 上面再铺上一层苔藓宝石 最后再用一层海藻掩盖鱼腥味 这个地下冰箱功能不算强 但至少能让食物保存两天不变质 有了充足的储备粮 面对迎接这次挑战 麦克终于能提起勇气了 兰迪一大早就急着去检查 昨天布置了陷阱 揣着激动的心颤抖的手走近一看 顿时整个人都惊呆了 好消息是陷阱被触发了 可不幸的是蛋白质连毛都没抓到 这把兰迪戏得差点血都凉了 没办法还是早点洗洗睡吧 心情失落的兰迪 今天只能喝白开水冲击了 这个老头一上来 就是对着镜头起没弄眼的 每天醒来第一件事 就是在镜头里欣赏自己的盛世容颜 还有就是不停地抱怨人世间的不公 50岁的大卫 老婆早就跟人跑了 独自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 她在巴西担任了15年教会牧师 对于这次参加荒野挑战 女儿们也是给予了她最大的鼓励和支持 作为一个有信仰的教徒 现在她终于可以放手追求自己的自由生活了 按照节目组的尿性 通常最后出场的选手实力都不一般 她在岸边捡到了大量绳子 大卫决定做一个自动化钓鱼装置 一段挂上四个鱼钩 另一段则绑在岸边的树上 最后在绑上石头做钓坠抛入水中 希望这次能给她带来娱惑吧 时间来到了晚上 麦克的心脏出现了剧烈的抖痛 这难道是白天吃的烤鱼有毒吗 再或者是身体还不适应这里的环境导致的 希望她不会因为这个小插曲而退赛吧 时间来到了第七天 场上还剩下九个求生大佬 大卫一大早起来 心里就惦记着昨天布置的钓鱼陷阱 揣着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来到海边一看 鱼钩除了挂满了海草外 他没有发现任何蛋白质的踪影 这把大卫气得差点血都凉了 更激人的是鱼没抓到还弄丢了几个鱼钩 如果再搞不到蛋白质的话 接下来的日子真的要喝白开水了 相比大卫兰迪的处境就更惨了 一大早起床发现打火石居然不翼而飞了 他来回查看昨天的录像 这才发现原来打火石掉到了火坑里 而打火石的熔点很低 现在估计都被烤成渣渣灰了 兰迪还是不死心地翻遍了整个火坑 最终也没有找到打火石的踪影 没有打火石 大卫唯一的生活办法就是钻木取火 可在这种潮湿的环境下 想生活成功几乎不可能 现在他内心也很焦灼 失去使刘成为了兰迪最大的选择题 凯特每天醒来就是翻看女儿的照片 这是他在荒野里最大的精神鼓励 可看过荒野独居的都知道 经常看照片的选手 最终都逃不掉退赛的诅咒 那么凯特最后会是个例外吗 他每天都会习惯性地给自己煮杯热茶来暖身子 可正当他准备披柴烧火时 劈柴的斧头一不小心就砍在了手背上 顿时鲜血潘涌而出 整只手掌都失去了知觉 这下可完独死了 要是没猜错的话 他的荒野之旅就到此为止了 按照这样的情况完下去 各个选手的状态都不容乐观 不是抓于捕猎不成功 就是遭遇了各种各样的意外 看来这次荒野独居不到三级 就要退赛一大半选手了 下一集又会有几个人退赛呢 上级说到了凯特在劈柴的时候 一不小心给自己来了一刀 双手当场失去知觉鲜血之流 生存挑战来到了第七天 场上还剩下九名求生大佬 被斧头砍伤的凯特 一时惊慌失措地来到岸边 此时他已经无法再掌控场上的局势了 鲜血不停地直标出来 也看不到伤口到底有多深 反正是想动都动不了 他只能赶紧拨通了救援队的电话 一个小时后 工作人员很快赶到现场 并施以他把手举高 避免吸血过多 查看伤口后发现这伤的确实有点深 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砍断了韧带 医护人员先给他进行止血包扎 并表示要尽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这就意味着凯特被迫退出了挑战 就这样开局嘎嘎强的选手 就以这种结果惨淡收场了 凯特从没想过会以这种方式退赛 万万没想到会被自己蠢到 用斧头砍伤自己 这次比赛是他期待已久的挑战 这一次离开 很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 凯特退赛后 场上还剩下八名求生大佬 上级说到兰迪在煮开水的时候 弄丢了打火石 翻开了录像才知道 原来是自己扔进了火堆里 可现在才发现早已被施弯一 没有了打火石 兰迪在这生存下去的唯一方法 就是钻木取火 他开始到处收集合适生活的火熔 再有就是一根趁手的公钻 最重要的是一块松软干燥的钻板 现在所有的工具都已经就位 可在如此潮湿的环境下 想要把火生出来弹何容易 事不宜时马上进入动手石操环节 先把钻板上刻出微型切口 除了氧气和温度这些因素之外 钻木取火最重要的是强大的耐心 但兰迪并不想就此放弃 因为再也没什么比弄丢打火石而退赛更丢人了 要是回家被老爸知道 估计连上座吃饭的资格都没了 经过了漫长的来回摩擦 只见脚板都被他轮冒烟了 可钻板上就是连半点火星都没了 他说应该是湿豆阻力太大的原因 此时的他已经精疲力尽了 想要成功就必须改变方法 兰迪找了个超大号的钻头回来 他认为这样摩擦面会更大 产生火星的几率就会更大 抱着不成功变成人的态度去尝试 拿着工钻就开始来回摩擦起来 中途遭遇了一次次失败 高强度的摩擦 把他带到了崩溃的边缘 好在老天耐不住软磨硬泡 经历了无数次生火失败后 钻板终于迎来了一丝丝希望的火星 兰迪像抱媳妇一样 将其转移到木屑上 接着赶紧把火龙捧在手心吹了起来 兰迪如实重负耗尸整整一天 他再次看到了重新比赛下去的希望 现在什么都不想多说 只想躺下静静地感受这来之不易的时刻 镜头一转 拉利化身为安全科普专家 表示生活中一定要养成带套的习惯 这样就不会斧头意外割伤了 在镜头前废话说了一大堆 估计是连自己都编不下去了 最后把自己都整校场了 赶紧找个借口闪人 今天他决定再次搬家 其实现在这个老窝也不是不喜欢 只是旁边这条小溪实在太吵了 而且还会有发洪水的风险 之前上山时就找到两条倒下的木头 毫无意外这就是拉利接下来的宅基地 可门口的上下坡可是个大麻烦 为了让自己搬家上坡不打滑 他还特意在地面盯了些木桩来防滑 一切准备就绪后 先把最重要的防水布搬上来 拿到新营地将其横步道横梁上 接着再找些原木用来支撑即可 可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 就在他搬木头上陡坡时 直接一脚踩空摔了个后仰巴叉 这让他的心态瞬间暴躁起来 口吐芬芳上去 就给大树暴作了一顿 尼克尔对这次的出生地非常满意 这里有沙滩 有海洋 更重要还有源源不断的一倍 虽然不能吃可看着都觉得很扛恶 为了这次挑战 他更是做了长达一年之久的准备 尼克尔曾经是一名非洲导游 这妹子精通各种原始求生技能 野外生活 荒野捕猎都是手拿把掐的 他曾经患有多发性肌肉硬化症 全靠自己神农长白草才得以痊愈 他坚信不管身患何种绝症 五步之内必有解药 好家伙 这妹子怕不是记得求生的名义 过来尝遍这阿拉斯加州的野草的吧 在过去的七天里 尼克尔已经搭建好了个简单的帐篷 现在每天的任务 就是不断地完善庇护所 无子的缝隙用绝类植物填补 可就这时 远处传来一阵鸟叫 那边肯定有什么大动作 不然小鸟不会平白无故地乱叫 揣着好奇心沿着鸟叫声一路走去 好家伙 一只大黑熊正在对岸吃着中午饭 没猜错的话 这家伙的午餐 是一条美味多汁的三尾玉 尼克尔表示怕他的锤子 顺手抓起一把海草就往嘴里塞 这东西富汗半个元素周期表 绝对是不可多得的野味 敢和大黑熊眼对眼的共进午餐 看来这位女汉子并不简单 镜头来到约瑟这边 这男人是个木匠手工和那是嘎嘎强 他给自己做了根木铲子 用来挖坑打洞在河市步过了 他收集了很多云山树根 不是因为饥饿拿来当饭吃 而是想利用他制作古风机 把他们挖出来剥去外皮 接着再将其放入水中浸泡增加柔韧性 这是制作草绳的必要步骤 要不了多久就能得到一捆结实的绳子 有了绳子接下来是制作古风机的管道 两根木棍中间用小刀掏空 前段留一个小孔吹风 再用处理后的云山树根绑紧 一个野绳古风机就制作完成了 这是他荒野挑战的秘学 有了这极品道具 就能保持火种不灭 甚至还可以把他当成一件乐器来打发时间 约瑟来自加拿大的玉控和刘玉 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原始居民 大半生都致力于教他人野外求生技能 屋内七零八乱的物件 是他实力的见证 多年以来的教学经验 让他觉得荒野独居就跟过家家一样简单 参加这次挑战 也是对刺激能力的一次考验 更何况还有机会赢下百万奖金 这就更值得去一世了万一赢了呢 一百万不就妥妥到手了吗 镜头一晃来到了特雷西这边 今天他准备到湖里下网抓鱼 至于为什么一个星期了才开始网鱼 一方面是在忙着完善庇护所 另一方面是想着先尝试钓鱼 结果到现在连条鱼毛都没抓到 这才想起暴力还有章鱼网没用上 为了防止鱼网下水时被石头刮破 特雷西把鱼网挂到一根木头上 绳子的另一端则绑到岸边的岩石上 以防止涨潮时水流将四网冲走 可不料刚扛着鱼网下水 就对着远处开始大叫起来 嘿嘿嘿 各位 他以为是大黑熊又来垂涎他的美色了 殊不知他说只是提前眼灵一下 至于大黑熊怕他的垂子 反正自己带了大铁锅 一顿吃不完就分两顿吃 但要是遇到美洲狮这种暴击型生物 特雷西表示自己真的打不过 毕竟自己的体型摆在那里 可能还没反应过来人就凉了 鱼网一切准备就绪 接下来就等鱼儿自动送货上门了 到了下午时分 海水再次迎来最低潮 特雷西满怀期待来到海边检查鱼网 走近一看 好家伙 终于迎来了大收获 正所谓风水轮流转 今天终于转到特雷西这边了 此网抓到了一只大青蟹 还附带一条金枪鱼 三两下把食材处理一遍 直接把螃蟹大蟹八块扔进锅里 饥饿的特雷西也顾不上什么旁人方式了 很快阵阵浓烟就从庇护所里生起 鱼肉香味瞬间弥漫着整个荒野 这种肥美多汁的鱼肉 简直是在刺激着这个胖子的胃脸 时隔多日还能吃上这种五星级别的大餐 特雷西还幻想什么百万大奖呢 要是天天能吃上这种食物 就算待到节目组破产都完全没问题 眼看特雷西的日子正在变好 可老天爷一看就不愿意了 正美美的在养精蓄锐 突然一阵眼收狂叫声起来 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一头大黑熊 估计是过来跟特雷西求偶的 一脸淡定的特雷西 甚至连床都懒得起 顺手就抄起一只防狼喷雾 竟待黑熊精靠近 然后给他致命一击 伴随着大黑熊越来越放肆 这个胖子终于再也坐不住了 从目前来看 每个选手都开始发力了 但随着冬天慢慢来临 所有选手都得面对 食物匮乏的难题 饥饿也将会成为他们的常态 求生大佬们又能不能经受住 这重重考验呢 时间来到第七晚 场上还剩下八名求生大佬 上级说到特雷西这边 大半夜遭受了黑熊的袭击 然而这个胖子选择了 跟黑熊硬扛 拿着照明弹就冲了出去 好在最终野兽被赶跑了 回到庇护所的特雷西 这次才发现 后背早已被吓得冷汗湿透了 身为职业警察的他什么大场面没见过 可这次手无寸铁应当大黑熊 他冷静下来后才觉得后怕 这下可玩毒死了 这次肯定是被大黑熊标记了 打又打不过 跑又跑不赢 继续待下去沦为黑熊的晚餐 只是时间问题 特雷西感觉在生命面前 就算一百美金也不值一提了 还是早点提筒跑路吧 不然再过几天可能连小命都不保 就这样 这位长得像男人的女人 正式宣布退出了荒野独居的舞台 挑战时间来到了第八天 场上还剩七人在苦苦挣扎 麦克绝对是荒野独居史上 把现代化理念搬到野外求生的第一人 海草炖鱼汤用的是高级灶台 西连用的是脚踏式半自动水龙头 雨林里湿度过大 就造了个干湿分离架 从上面的大小分区的柴火来看 可以判断麦克是个强迫症患者 每种大小的木头 都要分类分区摆放 镜头一转 大老又在宽敞明亮的客厅里 思考人生了 面前还摆着一张四方豪华餐桌 比赛才开始第八天 他就在这里实现了现代化日常生活 就连睡觉都美梦连连 昨晚他梦到了一个美女跟他试问 遗憾的是忘记是他第几任女朋友了 醒来却发现竟然是条鼻涕虫趴在嘴唇上 这种画面我想一下都养尾 可这老哥舔着条鼻涕虫做了一晚春梦 听完假牙都给我笑掉了 前几天抓到几条大鱼 这才让麦克过上了吃喝不愁的生活 雨林环境潮湿意识是他的痛 所以他又计划着好好改造一下房子 温哥华岛全年湿度能达到75%以上 所以他先整了个木彩烘干架 一番忙活后他的第一件家具就成型了 有了这个悬空架子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下雨没柴烧了 接下来他想再给自己整一个悬空灶台 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老妖 另一方面纯属就是显得蛋疼找点事来做 先把薛仙的四根木头定计迷途里 然后在两边绑上横梁做固定 接着再找到一块巨星木头当桌板 放在木架上确认足够稳固后 再往上面铺垫一层碎石头 如此一来就能有效避免灶台被烧坏了 完事后马上盛气篝火炖锅鱼汤尝尝 这老六小日子过的那叫一个哇塞 开饭前必须先洗个连洗把授 然而这个洗手台也是他精心打造的 虽然材料来自海滩上的垃圾 几根木棍和几根烂绳子 再加上一个烂浇灌 就硬生生被他整成了个半自动洗手台 脚踏式开关阻尼感十足 一脚下去享受清凉般感受 不得不说这个老六脑回路真的大 这绝对是荒野独居有史以来 设施最全最具现代化的营地了 要是给他一个女人 估计他能给你造个原始部落出来 相比麦克拉利这边就惨多了 开局到现在已经足足饿了八天 要问他脑子里有什么 没猜错的话应该全都是炸鸡和薯条 按照日常惯例去海边检查鱼网 没有意外 今天又是空空如也的一天 目前这是他唯一获取失误的方法 鱼网一直连瞎毛都抓不到 大夫把问题全推到了鱼网的身上 他这翻鱼网孔洞太大了 推潮时鱼儿就会从网孔里溜走 想要继续撑下去 他就得另想办法来抓鱼吃 大夫在海边收集了大量废旧绳子 然后分成一根根小型细线 对你没猜错 他要重新编织一面新鱼网 攻玉山骑士 必先立骑气 他又用木头做了个鱼网梭子 完事后便开始了繁琐的编织工作 要是顺利的话 很快他就能收获一张新鱼网了 手上两张网双管齐下 估计整个大西洋的鱼儿都会为之颤抖 果然求生大佬的手工能力都很强 才过去了一个上午 大夫的鱼网就支出了一半 要不是手上的绳子用完了 我估计这个老头子一天时间就能完工 同样饿成狗的还有贾斯丁大叔 同样是开局了八天 就足足饿了八天 除了吃了几条虫子外 其他的蛋白质连闻都没闻过 就这实力来荒野求生 直接把自己都整笑了 可爱笑的男人运气通常都不会差 前几天投放的鱼网 今天终于迎来了第一次收获 贾斯丁的笑容在这一刻终于憋不住了 这是一条五斤重的老鼠鱼 虽然样子丑是丑了点 但并不影响食欲 个头看起来并不大 但省着点吃至少能顶个三五天没问题 赶紧处理了准备干饭 掐头去尾再踢掉骨头 剩下的就全是肥美多吃的嫩滑鱼肉了 将鱼肉切成小块放到锅里 从此刻开始 这个上身穿着保暖内衣 下身穿着短裤衩的男人 正是宣告他大鱼大肉的日子马上开始了 还没吃上肉的还有拉里大叔 然而下海撒亡捕鱼并不是他的强项 所以他决定给自己打造一把多功能武器 长时间的饥饿乏力 让他斧头都没砍几下就须的不行了 因此他左手累了就换右手 两只手都累了一根趁手的木棍也就削好了 然后将木棍的一段劈出几个叉 再用木头用力地卡在其缝隙里 至于最后的成品长遮痒 这玩意叫什么名字才输血显的我真不知 但从外形上看 这武器肯定不简单 反正拉里叫他黑暗之毛 有懂的朋友 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一下 有了神气那赶紧去海边试试手 可还没等他靠近 黑暗之毛就给他带来了好运 一条十几斤的大货挂在了鱼网上 一周没进食的他 流的口水都能把鱼给淹死 他强忍着内心的惊喜 小心翼地拉起鱼网 拉里的心态瞬间炸成了爆米花 快到嘴的鱼肉就这么飞了 这把他差点吸出了脑溢血 此时拉里想死的心都有了 海滩上的帽被海螺 他已经吃吐了 没办法 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钓鱼装置上 好在老天看他实在是太乐了 大老远就听到了拉里发出了给给给的笑声 原来钓鱼装置果然抓到了一条大货 拉里顺手一棍过去跟他讲道理 直接把鱼儿送上了西天 虽然个头并不倒 但拿回去塞牙缝还是绰绰有余的 不料一转身背后又传来了动静 就这样倒手两条海鲜蛋白质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拉里做梦都不敢这么做 这一声呐喊 差点把自己喊出了脑溢血 来不及兴奋拉里先把大鱼扔到岸边 又赶着去检查另一个装置 瞧的是上面也有收获 拉里终于摆脱三天饿酒顿的苦日子了 照着每天大鱼大肉吃下去 别说荒野求生赢奖金了 只要钱足够多 他活到节目速破产都行 时间来到了晚上 拉里吃上了期待已久的酸菜鱼肉 那满嘴流有感觉既满足又酸爽 说他今晚吃到成猪屎都不过分 迈克这边只能待在庇护所里 何西北风 开局到现在一条鱼都没吃过 现在又饿又烈还想老婆 饥饿激发着他的孤独感成倍增加 说实话 他早就有退赛的念头了 时间来到第二天 迈克现在的处境真的太难了 这几天也没有下雨 现在他就连喝淡水都成了大难题 现在不得不把时间浪费在煮开水上 这样本就搞不到食物的迈克更加困难了 哪有时间去蹲着煮开水呢 现在他又烈又困还很饿 只有躺着才能感觉舒服一点 也不知道是不是脱水引起的失睡症 生存挑战来到了第九天 尼克尔成为了赛场上的唯一女选手 手上这根又粗又长的并不是他的男朋友 而是一根原始日历棒 每天起床刻一下 是他每天起床做的第一件事 树林里虽然能找到野蘑菇吃 虽然味道还不错 但仅凭这些东西是无法长期生存的 于是他决定带上一根木棍去下网抓鱼 第一点就选在距离黑熊最近的地方 正所谓富贵险中求 不入熊窝淹得鱼吃 技术好的话指定大鱼吃不完 趁着海水退潮之际 赶紧下个刺网碰碰运气 一段挂在水里的浮沫上 另一段挂在木桩上 可没想到海水涨潮飞快 几分钟内就淹没了他的鞋子 看着这个半成品的鱼网 能不能抓到鱼就要看老天爷赏饭吃了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第十天的早上 尼克尔早早就来到海边检查鱼网 可抬头一看黑熊精也在附近吃早餐 还带着一家老小围在他的鱼网周围 没办法这枚子只好劝他们离开 为了失误 他决定冒险走两步过去试试 我怀疑这女人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还没走几步 对面的母熊就站起来发出警告了 好家伙 此时不跑更待何时 尼克尔赶紧脚底抹油溜之大吉 那到最后尼克尔和熊到底谁先吃上鱼呢 荒野独居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有人已经过上了现代化的度假生活 也有人还在与饥饿在苦苦做斗争 大佬和小菜鸡的差距 出现了两季分化 随着挑战难度的升级 下一个淘汰的选手又会是谁呢 生存挑战赛已经来到了第十天 场上还剩七名求生大佬 上集说到尼克尔把渔网撒在了黑熊老巢里 没想到收网时却遇到了黑熊精 吓得他连滚带爬的才脱离危险 到现在还待在庇护所里瑟瑟发抖 他发誓再也不再去熊出没的地方了 但渔网还是得收回来才行 尼克尔趁着早上黑熊还在睡觉 又偷偷摸摸地回到了海边检查渔网 隔着大老远就听到了水箭的声音 好家伙 这是一条巨型三文鱼 经过初略测量于身长至少半米 体重至少也有个30斤以上 这收获直接碾压了全场所有选手 三文鱼在刺网里苦苦挣扎着 试图妄想着能侥幸逃脱 但尼克尔根本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他扛起石头直接给他来了个物理超度 为了避免被黑熊发现 保险起见他又抄起大汗刀捕了一刀 直接把大鱼的脊髓神经割断 在野外熊的嗅血是人类的上千倍 所以他得尽快把鱼处理好待回营地 有了这条鱼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 都不用担心食物问题了 单单这个鱼头炖汤 都能吃到成猪食了 尼克尔选择直接在水里处理食材 水流会把血行为冲刷干净 可尼尔边处理着鱼边东张西望 生怕林子里突然窜出一头大黑熊来 别到时候鱼肉没吃还把自己给搭上了 忙活了半个小时后 尼克尔总算在熊出来前 将鱼收入了囊中 饿了几天的尼克尔早已饥渴难耐 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生货干饭 一部分用来制作煎鱼大餐 另一部分则烟熏保存起来 用的柴火是新鲜的血松木材料 熊出来的腊鱼肉绝对是香气刺意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十几分钟后一盘热气腾腾的美食就出锅了 海藻一杯他都几乎吃腻了 尼克尔还从来没想过 自己能吃上如此美味的野生鱼肉大餐 作为本季的豆皮选手 贾斯丁肯定排得上号 其他选手都在三天饿酒顿时 他却在山林里挽起了人员泰山 比赛拿奖金什么的先放一遍 及时行了才是他挑战的主要目的 不过引的他 甚至还给绳子加装了一根木棒手柄 虽然这玩意玩起来累得很 但调节心态效果嘎嘎强 可我真怕他玩着玩着 就玩出个半身不随来 没想到转眼他又有了新想法 这老六居然又搞了个野外健身房出来 虽然每天饿得前胸贴后背 但作为一个爱运动的大叔 即便身处荒娇野外 日常锻炼可不能少 刚开局他就把健身房安排上了 到现在他可增添了不少健身器材 首先是每天必练的陈年老铁链 用来强化宫二投机效果嘎嘎强 接着就是绑在树枝上的新单杠 每天引体向上一千下 一个月后轻松收获8块完美腹肌 再有就是这块25公斤石头 以及这一根长达1米5的石心木头 几乎健身房里有的项目这里一个都不差 别人都是在拼命地保持能量 这老六却一个劲的玩消耗 这要是都能拿下冠军 从今天起 我就直播完泥巴 镜头给到大夫这边 刚来到海边眼前的一幕就让他绝望了 鱼网不紧鱼毛都没抓到 而且还被海浪拍大的直离破碎了 50岁的大夫已经一个星期没碰蛋白质了 现在一干起活来就感觉头昏眼花 整个人看起来都颓废了不少 现在只有躺着不动降低消耗 这才让他感觉舒服一点 要不是想着还有50万奖金没拿 他早就一个电话打给节目组 告别饥饿回家享受烤鸡可乐了 他坐在海边观察着水面上的海塔 看他们悠然自得不愁吃喝的样子羡慕至极了 心想要是能抓几只上来冻个汤喝 那味道绝对不比隔壁老王的牛肉差 这时他看见海草下有鱼在游动 虽然个头还不够塞牙缝的 但总比躺着恶肚子要强 他捡来一根树枝 往上面绑好鱼钩鱼线 安边的一倍肉是钓鱼的诱饵 随即他就在海边上 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结果他换来多个钓位 钓了大半天连根鱼毛都没有 估计也是老天爷同情心泛滥了 在他无数次尝试后 便随便赏了一条小鱼毛给他 这条鱼对他来说 无疑是世气上的大增 更是老天爷的雪中送炭 大夫一扫之前的颓废 马上开始起锅烧火准备干饭 难真的太难了 吃了十几天海草 总算能吃上条小鱼开开昏了 抛开事实不谈 要是每天都来上这样一条鱼 这冠军大夫那可谓是信心满满的 迟迟前默默祷告了一番 随后就捧起锅开始大块朵鱼起来 一口鲜美鱼汤下肚 大夫整个人都觉得舒坦了下来 生存挑战来到了第十二天 上次说到兰迪意外弄丢了打火时 最后使尽了洪荒之力 才靠着钻木取火把火源给点起来 现在他的重心全部都放在了火堆上 甚至连找食物的时间都没有了 兰迪深知这样下去可不行 他决定打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荒野别墅 起源里非常简单 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打上两排木桩 然后把木头按顺序摆放在木桩的夹层里 虽然这个工程看着很简单 可一旦建成这个庇护所绝对嘎嘎强 不仅能抵御黑熊的袭击 还能抵抗即将到来的冬天 可他连找食物的时间都没有 现在要搞这么大的一个工程 我真怕他有命做别墅没命享受啊 可最后才发现 我低估了这位大佬的势力 仅仅过去了一天时间 又是轮大刀又是轮大巨大 兰迪很快就把房屋的三面墙搞了出来 看上去整体效果还算不错 屋顶的话晚两天搞也不迟 刚停工不久肚子就开始罢工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先弄点池的来垫垫肚子 赶紧去检查一下之前布置的捕术装置 一号装置没有被处罚 可幼儿却不见了 想必猎物来过 只是陷阱不够灵米而已 可就在兰迪的心斗量了一半时 二号陷阱竟然被处罚了 先开一看 好家伙一只野生树片 早已在这等候多时了 这也是兰迪开局以来 第一次收获到的第一只蛋白质 别人都已经大于大肉吃到你了 他倒好 一只死老鼠还不够塞牙缝的 直接将其扔进火堆屋里烤一下 然后再直接上手连皮带毛一起脱 再用手粗暴地取出老鼠内脏 三下两出二就把食材处理得干干净净了 虽然这份量都不够塞牙缝的 但四手五入也算得上是一个硬菜吧 最后人回火堆里 继续烤个七七四十九分钟 一口下去 嘎崩脆鸡肉味 蛋白质是牛肉的五倍 兰迪还没来得及回味 整只老鼠就被他吃得连骨头都没剩了 自从搞了一条大鱼后 尼克尔现在的日子过得那是相当滋润 今早湖面大雾笼罩 这意味着温哥华岛的雨季马上就要来临 是时候该升级一下自己的庇护所了 尼克尔准备先给庇护所装一扇防盗门 只需用长度相似的木头拼接起来 再用绳子将其牢牢固定在木架上 尼克尔有了这扇门 晚上就算在里面跳拖衣舞都没事了 为了应对接下来的雨季 房屋漏水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尼克尔选择用险类植物的也在做墙皮 这既能有效解决房子漏水的情况 还能抵御寒冬来临时的西北风 大佬和小菜鸡的实力 在这一刻瞬间就体现了出来 生存挑战来到了第13天 果然狂风呼啸大暴雨来袭 海面上海浪波涛汹涌 早就算到这一刻的尼克尔早已准备妥当 迎接雨季的干柴 早就被他扛到了庇护所里 房屋也没有一点漏水 再加上上次捕获的大鱼 这场持久的暴风雨对他来说 根本没有任何的影响 甚至他还能在庇护所里安心的大鱼大肉 毫无准备的大夫这边就惨了 一早起床简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十几米高的海浪无情地拍大着岩石 之前钓鱼的地方已经完全被海水淹没 就连昨天下放的渔王也不知所踪 屋外狂风暴雨 现在外出搞不好小明都得搭上 所有选手都选择锁在帐篷里避难 从小就在海边长大的贾斯汀 对这种恶劣天气早就见怪不怪了 在家闲着无聊 他还给自己造了个室内海藻排便器 这是他们在野外作战时常用的手法 脱下裤子试了下效果非常顺畅 妈妈再也不用他晚上尿在庇护所里了 存在感非常低的约瑟这次终于露脸了 他很担心自己的渔王会被海水冲走 趁着退潮之际 他赶忙来到海边查看情况 渔王上已经挂满了厚厚的海藻 一直忙活到晚上 才把鱼网清理干净 皇天不负有心人 就在他准备提着鱼网回家时 他竟在鱼网上发现了意外收获 这条鲑鱼虽然并不是很大 但少说也能吃个三五顿都没问题 屋外狂风大坐大雨倾盆而下 月色很快就在庇护所里喝起了鱼汤 外面的喧嚣吵闹一切都与他无关 现在他只想静静地品尝眼前这锅美味的鱼肉 到此为止 选手们都展现出了真正的实力 随着荒野的雨季到来 饥饿寒冷和食物的难题将会大大提升 下一位选手又会因为什么原因而退赛呢 点个赞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精彩视频吧 这是我见过打野最强的妹子 别人还都在三天饿九顿时 他又抓到了一条巨型三文鱼 单单这一盘鱼肉 我说他今晚吃到乘出时都不过分 更有选手造出了豪华游艇出海唱完 甚至还在海上跳起了老年迪斯科 不说这是在荒野求生 我还以为他们是来度假的呢 生存挑战来到了第十五天 场上还剩七名求生大佬 尼克尔绝对是七个人力国的最爽的选手 不仅住上了豪华野生别墅 三文鱼肉奸诈顿们都吃了个遍 不仅如此靠着实力的碾压 他还和对岸的黑熊达成了和平共处的协议 每天放心大胆地去检查渔网 根本就不担心黑熊半路搞偷袭 别人还在为食物发愁时 尼克尔又搞到了一条巨型三文鱼 对岸的黑熊看着都知乎内行 不得不说尼克尔的运气简直好到爆 要不是祖坟冒清烟了 都玩不出这操作 防止大鱼趁机逃走 尼克尔上去就给他来了一套物理超度 仅仅这个鱼头就够他吃上几天了 看来这地方的资源确实很不错 难道这就是俗话说的富贵险中求吗 黑熊算个锤子 玩飘了的尼克尔现在万佛加身 黑熊精来了都能给你分起锅来盾 马上收起刀落处理鱼肉 把鲑鱼处理后装满了整整一大锅 照这样下去别说生存两个月了 就算活到节目组破产都没问题 吃饱闲着无聊 迈克准备探索一下周围的山坡 穿过明亮的海滩 映入眼帘的是一条离奇怪状的老树根 上面长满了苔藓残渣 树根盘绕形成了一个悬空小洞 这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厕所呀 人体工程学搭配着纯天然坐垫 蹲在上面拉屎 就算十年老便秘 都能拉出喷射的感觉 至于拉完了怎么擦屁股 各位小伙伴懂得都懂 展示完马桶后 沿着沙滩一直往前走 本想找些瓶瓶罐罐回去装鱼肉的 没想到却发现了一个大宝贝 这是一个超大型的塑料箱 除了顶部裂开了一道口子外 其他地方全都是完好无缺的 这东西放在平时绝对是个垃圾 但放在这地方绝对是一大神奇 迈克内心有点小激动 这不正是用来打造游艇的完美配子吗 现在正是归于回游产卵的季节 有了船他就可以去深水区撒网 到那时候考虑自助餐根本不是梦 迈克也不管他三七二十几了 掏出家伙说干就干 他在箱子的两侧绑上两根支架 这样可以很好地保持船身的平衡 一番忙碌后小船坐了出来 事不宜迟马上下水试航 此时海边的风浪波涛汹涌的 但还是阻止不了迈克做死的决心 成功那就考虑自助餐天天吃 失败那就全村吃西卢谷所那满天响 可没想到小船下水后异常的平稳 而且船体非常坚韧牢固 迈克排游艇下水试航 取得了圆满成功 迈克一下子激动地开始与吴伦刺起来 竟然还在海面上玩起了水上蹦迪 好家伙 我真怕他玩着玩着就沉底了 作为本机第一个造出游艇的大佬 他已经彻底地征服了大海 有了这艘豪华游艇 50万美金大奖已经彻底稳了 时间来到了晚上 拉力拿着鱼叉在镜头前狂吐苦水 这几天他感觉自己被诅咒了一样 下海捕鱼连根虾毛都没抓到 而且这段时间 他也没睡过一个好觉 一到晚上老鼠就在庇护所周围开party 吵到他简直苦不堪言 搞得拉力三更半夜睡不着起来抓鱼 好不容易抓到一条小鱼 结果还一个手滑让他给跑了 怀着满腔怒火回家烤火取暖 可不料打火时还一直都打不着火 拿起柴火一看发现全都是是的 气得拉力当场化身BB机 祖宗十八代都被他问候了个遍 剪辑试试当场就猛逼了 全篇全程都在消音 好在他凌晨两点的时候 终于把火点着了 不料一抬头又撞上了房梁 此处BBB的声音再次响起 生存挑战来到了第16天 约瑟坐在海边回想着上一次吃肉的场景 那时候他开心的像个孩子 可这几天以来 鱼儿好像跟老鼠躲猫一样躲着他 现在正是归于回游产卵的季节 理论上应该是吃鱼吃到你才对的 可自己却连条鱼毛都没发现 怕不是在这撞鬼了 他决定造一艘木船到海的更深处查看 但他相比迈克的豪华游艇就惨多了 只能据些小树一步一步来 他手上有大量绳索还有木柴 接下来就是手把手将船架做出来 最后铺上一层防水布就能下水了 只要赶上这波鲑鱼回游产卵期 吃上鱼肉还不是一如反掌 但老天一似乎就是想玩弄一下这个小老头 只听到卡叉一声 好不容易才搞出来的船骨架竟然断了 愤怒至极的约瑟又响起了嗲嗲声 镜头一转他又回到了林子里收集木材 毕竟时间不等人 错过这个村就没这家店了 再来看拉里这边 昨晚老鼠又来搞事情了 吵得他一夜几乎都没有闭过眼 就连睡袋和背包都被老鼠咬破了 别说什么生存搞食物了 单单这只老鼠就让他差点精神崩溃了 拉里恨不得把这里移为平地 誓死要把老鼠揪出来脱皮拆骨 长期处在这种封闭环境中 会导致大脑皮层受损 再加上晚上老鼠夜夜升割 拉里的情绪瞬间绷不住了 坐在地上泪水忍不住往下流 看到周围物资匮乏 拉里掐吃一算 原来此处并非风水宝地 也难怪自己来到这诸实不顺 所以他决定搬离这个是非之地 带上他的全部家当 又开始踏上了寻找新营地的路途 好家伙 开局十来天 仅仅搬家就搬了三个来回 荒野求生史上拉里也算是个奇葩了 此时他像个无头苍蝇一样 在林子里到处窜 说实话要去哪他也不知道 就这样在树林里走了一个上午 这老六都没找到搭屋的地方 他只能根据太阳的位置 一路朝海边走去 三个小时后 他终于听见了海浪的声音 看到这个靠山面试的风水宝地 拉里发自内心的松了一口气 这里简直就是他心目中的宅基地 死后埋在这 子孙后代必定神官发大财 这里地势平坦 到处都是干燥的柴火 而且还有随处可见的野蘑菇 更令人兴奋的就是 旁边也还有一条流入大海的淡水小溪 好家伙 仅仅换了个营地 吃喝拉撒一口气就全部搞定了 这绝对是他来到这以后 做的最正确的一次决定了 心情畅快的拉里斗志满满 马上就开始了搭建庇护所的工作 开局十几天后 他又选择了从头来过 本以为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 不料这才是他噩梦的开始 随着雨季的到来 天空又下起了大雨 拉里冒着大雨在干着繁琐的工作 再加上连日以来的饥饿 他的情绪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了 时间来到了第17天 上集说到兰迪前两天开始着手升级庇护所 为了抵御突如其来的暴风雨 饿着肚子被逼连夜搭建营地 差点就像放弃百万奖金回家热炕头了 没想到吃了一只小老鼠 让他的冲动战胜了理智 饿到神志不清的兰迪 正对着镜头几没弄眼 目前除了每天检查雨线 剩下的时间全是在庇护所里猫着 今天按照惯例来海边查看情况 没想到运气还不错 雨线中了一条史前巨物 这是一条五斤重的银胶鱼 肉质鲜美嫩滑可口 绝对是不可多得的人间美味 查看另一根掉下发现还有一条 食物这一块目前不需要担心了 为了尽可能的收集多一些储备粮 他决定趁热打铁再多掉一回 没想到刚转身 第三条鱼就接踵而至 几乎连饿半个月 总算能饱餐一顿了 现在食物问题已经不用愁 感觉之前受的最一切都值了 可吃饱喝足后伴随而来的是无尽的孤独 为了被孤独寂寞所支配 兰迪开始尝试着让自己忙起来 看看这丰满的肌肉 再看看这强壮的体魄 不用猜他在这的小日子肯定很滋润 他继续用木头加固庇护所的墙体 还给自己造了一张木架床 里面铺满绝类之物 然后防水布往上面一盖 最后再垫上一层睡袋 直接往上面一躺两脚一蹬 兰迪顿时感觉浑身触电 此刻他再也没有力气从床上起身了 这全身放松的感觉实在过于美妙 尼尔可这边虽然抓到了大鱼不愁吃喝 但人吃饱了就会胡思乱想 他又想到了他那死鬼老公 望着远处的秃鹰和海水 他感觉天上的老祖先在向他招手 要不是想着三百万奖金没到手 这一刻他早就想回家爽歪歪了 旁边就是吃到吐了的鱼肉 吃个十天半个月完全没问题 拿下冠军的希望也是毫无问题的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所有选手都或多或少吃上了蛋白质 可吃饱喝足后的孤独感 正在悄然地侵蚀着他们的意志 每天对着镜头一个人说话的日子 已经从新鲜感变成了一种折磨 点个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生存挑战来到第十九天 场上还剩下七名求生大佬 奥马的贾斯汀今晚注定是个不眠夜 大半夜他的庇护所变成了游泳池 就连最重要的睡袋都全部被泡尸了 用来生火做饭的灶台变成了小水坑 他抓破脑袋都想不出这些水是从哪里来的 没猜错的话这地方估计是块沼泽地 今晚能不能睡着他不确定 唯一能确定的是 这房子怕是不能呆了 无奈的贾斯汀只能对着镜头直摇头 贾斯汀看着湿透了的睡袋口吐芬芳 要是不是知道他被水泡湿了 我还以为他昨晚尿床了呢 这种羽绒材质的睡袋吸水性很强 可想要在潮湿的环境下将其弄干 简直是一件难如登天的事情 没办法 他只能将湿水的睡袋盖在身上 然后旁边搞个火堆进行烘烤 他希望自身温度和火热可以将睡袋烘干 可一连几个小时过去 这办法不说没用 简直是卵用都没有 饱受摧残的贾斯汀 顿时就来了退赛的冲动 强行被恶醒的大夫 此时也对着镜头发牢骚 四天以来蛋白质的胃都没闻过 现在的他又冷又饿还寂寞 海浪依然波涛汹涌 想下王不渝根本不可能 这让大夫感到非常失望且无奈 鱼竿都拿在手上了 可就是吊不着 你说这老天爷是不是对他有一些 没办法 只能回到庇护所里洗洗早点睡了 自从搬家后 拉利的情绪就变得亢奋起来 甚至给大家来了一段老年迪斯扣 但不得不说这地方资源真的太丰富了 半尺高的鸡油菌随处可见 一朵蘑菇足足有巴掌那么大 吃一颗旧就能顶一天 可长期食用这些东西可不是长久之计 关键还得靠蛋白质撑下去 它的目标是大海里的肥美三尾鱼 每天惯例来到海边检查渔网 可惜的是 渔网上除了海草 其他的连根鱼毛都没抓到 不过问题不大 海滩上满地都是一辈海鲜 鸡油菌顿扇被估计也能熬个十天半个月 来到这片风水宝地后 拉利虽然没有吃上大鱼大肉 但最基本的小康生活已经实现了 这里有山有水还有食物 还专门在周围掏了个树洞生火 相比之前的处境 拉利已经感到很满足 生存挑战来到第二十天 拉利大早上就拿着水在救火 原来他的火堆把周围的树木给点着了 还好发现的鸡尸才没酿成大火 不然我真怕这家伙 把整个山林都给烧没了 可别搞得奖金没领到 牢底坐穿都不够 上级就说到约瑟为了下海抓鱼 准备手把手地坐个木船出来下海 不得不说这位确实是个隐藏大佬 一转眼游艇的基本骨架 就被他造了出来 接下来就需要给他加装类材结构 材料则是周围随处可见的雪松木 这种木头柔韧性强 坚固且质量轻 绝对是造船的极品材料 首先把加工好的木条用水打湿 使其不易折断 接着再放在炭火上加热慢慢折弯 这个过程得非常小心才行 稍有不慎就会则断钱攻进去 就这种加工程度 别说造船的木头了 就算直男也能掰弯了 控制好尺寸和位置后 将其插到船弦上 看起来虽然有点不堪一击的样子 但只要把每个衔接处固定起来 最后把防水布包上去 就能直接下水了 整整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 13根船架类固全部拼接完毕 相信不用多久约瑟就能架着游艇出海远游了 到时候什么三文鱼 杀定鱼甚至石斑鱼 这还不是唾手可得 拿到50万奖金 更是跟做梦一样简单了 生存挑战到了20天 大夫大早就拿着个小鲍鱼在镜头前炫耀 因为这是他今天唯一的蛋白质食物 好家伙 别人都开始大鱼大肉了 这老六还在拿着个帽贝在鼓励自己 多的不说少的不闹 赶紧煮一锅来颠颠肚子 一口下去 嘎嘣脆鸡肉味 蛋白质是牛肉的好几倍 这几天大夫一直都在吃这些小一倍 虽然能勉强补充一些能量 可一倍上的肉实在太少了 吃不饱 真的吃不饱 现在他急需一条大鱼来补充蛋白质 最终还得把希望寄托在刺网上才行 目前刺鞭刺网已经到了首尾阶段 眼看大网近在眼前 大夫仿佛都听到了鱼打水的声音了 但此时摄像机却出现了问题 现在他寄人之网还要身兼摄影师的工作 难 真的太难了 一番忙活后 刺网终于完工 大夫赶紧抄袭网来到海边是谁 为了提高捕鱼的成功率 他还特意地把两张刺网连接在一起 以此来增加捕捞范围 底部绑上石头能当千坠固定鱼网 最后再绑上一坨碎肉当诱饵 绝处逢生的大夫 几乎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这张刺网上 要是这样都还抓不到鱼 那么就只能收包袱提桶跑路了 贾斯丁这边自从庇护所变成游泳之后 他现在响浪都浪不起来了 但作为一名漂亮国的退伍军人 他肯定不能就这么半途而废 他来到湖边准备高点食物开开婚 想着刺网四舍五入 也能给抓到几条鱼 结果查看之后连个鱼毛都没有 没有睡袋的日子 让他晚上睡觉苦不堪言 鱼网既然抓不到鱼 那就不叫鱼网 何不将他改造一下令做他用呢 我们的贾斯丁也是脑洞大开 他决定将其改造成一个夏威夷风情的吊床 如此一来不仅能原理潮湿的地面 还能变费为宝废物利用 不得不说这老六绝对是个天才 一顿操作猛如虎 一个四网吊床就被他搞了出来 就算吃不饱也没事 做人最重要的是学会及时行恶 躺在这个充满海鲜味的吊床上 贾斯丁顿时一阵酸爽的舒服感直冲天灵盖 躺下的那一刻他再也起步来了 镜头给到迈克这边 人一旦吃饱 屁事就多了 孤独寂寞的感觉 快速地侵袭着迈克的心理防线 他愈发觉得这个家特别需要一个女人了 因此他吃称后 脑子里全是他的女朋友 他有了现代化豪华庇护所的加持 有精致的洗手台 还有着现代化开放式厨房 更有出海捕鱼的豪华游艇 可就在如鱼得水的生活背后 看似荒野生活一切无忧了 可迈克似乎已经陷入了自身的情绪漩涡里 为了打发他那些空虚的时间 迈克用木头做了两个巨型头子 又用石头和贝壳做了两支球队 好家伙 这老六真会玩 随后他又搞了一副弓箭 除此之外 他在树林里布置了十几个捕猎陷阱 只为了让自己渐渐地忘记时间的存在 更离谱的是 他在海边捡到了一个黑色浮瓢 直接在海滩上搭建起了一个保龄球场 大佬的生活我难以理解 要是让别的选手看到他如此潇洒 估计得连夜提同跑路才行 但随着一切趣味消失后 孤独给他带来的折磨是成倍增加的 迈克渐渐开始觉得 自己是在虚度光阴 而且还把众多女朋友抛弃在家里不管 这并不是他来参加挑战想看到的 要是无牵无挂 他可以在这里孤独终老 但红尘世上还有他难以割舍的牵挂 不出一会 平静的海面上就出现了节目组的游艇 毫无意外 迈克成为了第四位退赛的选手 看到他的离开 我觉得很遗憾也很可惜 就他这种选手 无论放到哪一季都是冠军的存在 真没想到他会以这种无动无仰的方式结束比赛 可能女人才是这个大佬所追求的东西 经过这次挑战后 我更希望他下次惊虫上脑师 能意识到女人才是他发财路上的绊脚石 生存挑战来到了21天 场上还剩6名求生大佬 同样被荒野折磨成狗模样的还有兰迪 每天脑子里装的不是女人 就是家里的狗腿子 比起自己的老婆 他更想念的是隔壁家的小寡妇 从小到大兰迪从来没有独自一人生活那么长时间 为了打消这种消极情绪 兰迪只能不停地干活 让自己忙起来 他想到给自己搭建个汗蒸房来舒服一下 这些雪松树枝是主要的建筑材料 首先在空地上搭建一个圆锥顶棚 利用多余的防水布布到上面 一个坟包式桑拿房就算完工了 接下来需要把石头烧至滚烫 放到挖好的土坑里 再往上面浇上水就能产生蒸汽 一切准备就绪后 兰迪钻进了这个只能容身一人的桑拿房里 做好全部的密封工作后 就开始了这次洗涤污垢的心灵之旅 如果不是他那销魂的歌声响起 我真担心他是做着坟包 是用来把自己给打包的 据说这是土著净化心灵的方式 整整两个小时后 新鲜出炉的兰迪感觉整个人都得到了升华 接着再到湖里泡个冷水澡 好家伙 不说这是荒野求生 我还以为这老六是来度假的呢 泡完澡后光着身子坐在岸边发神经 冒着大雨看着湖面上的风景 兰迪发现自己的孤独感 一直在心底里蠢蠢欲动 继续留在这里 他无法面对孤独 但现在放弃却心有不甘 但思考两久后 他终于做出了决定 好家伙 举个桑拿泡个澡就说不完了 之前又是挨又是丢打火时 都没能让这个荒野大佬放弃比赛 可就是这个毫不起眼的孤独感 却打败了他 兰迪直言说 他在这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 亲人的思念 家里狗子的呼唤 还有烤箱里的烧鸡 无疑不是击垮他最后信念的东西 这一集两名大佬相继退出比赛 剩下还有五人在苦苦坚持 明天是就是挑战的第二十二天了 这对贾斯丁来说 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他决定爬上身后的大山 以此来纪念曾经失去的战友 首先把明天爬山的食物和淡水准备好 如果他能成功登顶 那么他参加这次荒野独居的目的就达成了 转眼第二天一早 贾斯丁早早就准备去爬山 可他却发现了个更严重的问题 他发现了自己的庇护所 已经成了一个荒野小水潭了 为与筹谋搞了个渔网吊床 估计今天他都得溺水了 既然选择了去爬山 这一切都显得不重要了 他带上了行李装备 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旅途 这一次冒险他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难道孤独真的那么可怕吗 穷都不怕 还有什么好怕的 在物质满足的精神满足的条件下 小伙伴们你们又会怎么选择呢 来来来点个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生存挑战来到了第二十二天 厂上还剩下五名求生大佬 尼克尔今天到海边检查渔网时 差点把他吓尿了 翅膀旁居然埋伏着一只黑熊精在等他 要是换作辈也可能这会都吃上熊掌了 但尼克尔可是个弱女子 而且手上连根木棍都没有带 况且对面目测是头公熊 稍有不慎很可能荒野求生真接不保 好在这头公熊并没有基于他的美色 现在只想好好吃个早餐 对女人并不感兴趣 可大黑熊来到翅膀边转了一圈发现梅雨 这下次就完大了 黑熊扭头就朝着妹子这边走了过来 这可把尼克尔给吓尿了 既然早餐吃不到 那就结个色吧 尼克尔坐在庇护所里 怕得连个屁都不敢放 真怕这家伙半夜过来把他给抢了 还好一夜无事 尼克尔赶着黑熊还没起床 天刚刚亮一大早就赶着过来收网 没有意外 今天又是一条30斤重的三文鱼 这分量就算吃一半扔一半 都能把大麦子吃到撑出室来 但尼克尔脸上并没有显露惊喜之色 连续吃了一个星期鱼肉后 他的内心早就跟砍刀一样冰冷了 直接给大鱼来了一套物理超度后 这条鱼也算是稳妥的收入囊重了 赶紧回到庇护所把早餐安排上 这些天尼克尔天天都收获巨物 天天大鱼大肉早就把这大妹子给吃吐了 即便锅里全是肥美的大鱼肉 尼克尔再也没有了那种如获至宝的喜悦 他反而对地上的杂草更感兴趣 为了营养均衡促进肠道消化 于是他决定糕点野草换换口味 对于精通药草植物的他来说 这片荒野草地简直就是一个蔬菜批发市场 可刚还没走几步 草地上他发现了黑熊吃剩下的鱼肉 这要是换做其他选手 绝对是一顿美食 但尼克尔这妹子最近在吃草减肥鱼时就没动 大妹子沿着小溪一路往上走去 水流传来的动静 吓得他差点尿了裤子 仔细一看 原来是回忧产卵的三维鱼 放眼看去 溪流里密密麻麻的全都是蛋白质 好家伙 这还用得着天天下海抓鱼吗 尼克尔这里随手一捞 就是十几斤的大货 但对于天天大于大肉的尼克尔来说 这玩意根本没有任何诱惑力 不料这妹子看都不带看的 直接扭头就走了 他在草地上找到了一些斜草 这种植物不仅具有抗菌消炎的作用 还能有效地去除身上的异味 接着又在不远处发现了车前草 这玩意可是个大宝贝 吃多了还可以壮阳补肾有助消化 尼克尔随手就摘了一大把回去当晚餐 目前所处的环境对他来说 简直就是要肉有肉要菜有菜的天堂 如果说他看到水里的大鱼 无动鱼中是正常操作 那么接下来尼克尔做的事情就更离谱了 生存挑战来到了第二十三天 尼克尔的鱼王里又迎来了大收获 可家里的鱼肉都还剩十几斤没吃完 看到如此大货 尼克尔顿时心生怜悯 他决定放走这条暂时还不太想吃的大鱼 三天饿九顿 你这吃不完还有的扔 真是人比人比死人呀 这要是被隔壁选手看见 估计会被气得当场提筒跑路了 大夫目前是过得最惨的选手 参赛到现在除了吃了点一杯海藻外 其他什么大鱼大肉 几乎连闻都没闻过 现在饿的说话都开始语无伦次了 费尽千辛万苦编织的鱼王 一直都没有任何收获 这老头明显能感受到自己的体重在下降 鱼王里每天不是海藻就是木头 更让他郁闷的是 海边还飘来了一根巨型木头 这对他的鱼王无意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因此大夫需要把他拖到安全的区域 虽然借助了海水的力量 让他省力不少 但也足足花了大半天的时间 才将其拖上岸边 最后直接把绳子的一头固定在了枯树上 本身就又里又饿不想动 干的还全都是重型体力活 可没想到刚把这根木头搞好 海水又飘来了一根更大更粗的木头 好家伙 这老天爷该不会是在开玩笑吧 我真怕他一不留神 把这老头给整死了 然而他的痛苦才刚刚开始 第二天一大早去检查鱼王 沙滩上漂着支离破碎的鱼王 这一幕差点把大夫的老年中风都吸了出来 他看着残疚的鱼王 一阵褪塞的冲动 顿时涌上了天灵盖 本以为能靠着鱼王吃上大鱼大肉 可万万没想到 竟然会是这个结局 但他觉得自己还能继续 于是又扛着鱼王回家开始补救 好家伙 这都没能把这老头给压垮 不得不说大夫的抗压能能力绝对过瘾了 把修好的鱼王重新布置到海里 就算从开局到现在鱼王都没给他带来任何食物 但他依然坚信坚持就是胜利 这要是给到其他选手 估计早就一把火给他烧了 本以为上天会可怜一下这个老头子 然而并非如此 第二天大夫又来到海边检查鱼王 他再次遭到了来自老天爷无情的毒打 刚修复好的鱼王 再次被树木毁坏 这个木头就像一块巨石 沉沉地把大夫内心的防线给压垮了 每一次他都能重拾信心欲战越勇 但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 不得不说我看得都忍不住要放弃了 但六十几岁的大夫 还是想再搏一搏 他认为穷才是最可怕的 自从老婆给他带了绿帽后 家里三个女儿 让他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穷人家的生活 他一刻都不想再回去了 这一次参加比赛 五十万奖金 是他翻身的机会 要是侥幸能夺冠 他想给自己再去三个老婆暖被窝 生存挑战进行到了第二十五天 约瑟这边的传股架已经造出来 接下来只需要给他做一层包皮即可 当地土著一般是用动物皮做包裹 不过他当下只有一张防水布可以用 虽然有漏水的风险 但也别无他法 为了造这艘豪华游艇 约瑟已经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在上面 如果不尽快下水搞几条鱼来吃 那真是对不起这艘木质豪华游艇了 为此他在海边捡到了一根海湿的骨头 经过了长时间的海水浸泡 已经富有弹性 用刀片从上面割下一小块 做成一根用来缝补的绣花针 再适合不过了 用来缝制船皮时就能事半功倍 经过一番骚操作后 一根骨针基本形状就成型了 接下来就是不停地对骨针打磨使息锋利 为了防止船体碰撞时滑破防水布 约瑟又在船体四周 加装一圈防撞板 一整个豪华游艇 都没有使用过一根钉子 全部用捡来的绳子和绣花针 把所有的结构全部固定好 你还别说 就凭他这身技能决赛圈妥妥的了 至于这小船下水效果如何 我感觉很大可能会翻车 要说大家都开始展露头角了 那么这家伙绝对是来旅游度假的 别人都在为了食物苦苦煎熬着 他却在这时候选择了爬山看风景 但荒野丛林的上山路 可一点都不好走 灌木丛生杂草成堆不说 湿润的山路还滑脚 稍有不慎就会采控给你摔个人养麻烦 甲克斯起身后发现膝盖出现了红肿 接下来很快就会出现瘀青疼痛 即便山路非常难走 而且消耗大量的体力 但甲克斯并没有要放弃的意思 他希望这一次能突破自我 至于50万奖金已经不算什么事了 就算前面是一个几乎垂直的悬崖峭壁 而且上面全是湿滑的苔藓和石头 他想都没想就毅然决然地爬了上去 稍有不慎全村都得去他家吃起 整整耗时7个小时 甲克斯终于到达了山顶 看着眼前这美丽又梦幻的景象 他认为这一切的努力全都值了 甲克斯说 这不仅仅为了纪念逝去的战友 同时也想以此鼓励自己坚持下去 希望自己能熬到大结局顺利领取奖金 我还以为下山后贾斯丁就要退赛了 没成想一回到庇护所 他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又活了过来 居然开始着手开始搬迁庇护所了 不得不说这老六真的太强了 此时他就像吃了兴奋剂一样 扛着木头来来回回都不带喘气的 就他现在这状态 再恶他个几天都不成问题 三下五出二将庇护所拆除后 扛起原木直接搬到新营地 这一次他找到的是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方 为了节省时间 他决定建造一个简单结构的木屋 三角形结构不禁稳固还省时省力 庇护所的整体框架搞出来后 当然那个柔软舒适的吊床 肯定的带走才行 他把吊床直接安装在房梁上 现在终于不用担心房子被水泡了 躺上去试了一下效果还不错 这一趟贾斯丁再也不想起身了 也许这才是他真正想要的荒野生活吧 接下来就差肥美多质的蛋白质食物了 就目前的形势来看 大部分选手都已经融入了荒野求生状态 其中吃喝不愁的还是唯一的一位女选手 在所有的求生大佬面前 运气占据了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因素 但想要夺得最后的冠军 实力才是长久坚持下去的真正原因 生存挑战已经来到了第31天 场上还剩下五名求生大佬 开局到现在 大夫绝对是过得最惨的选手 目前来看还没见过他吃任何蛋白质 一个月以来都是吃这种离奇古怪的海藻充饥 现在感觉又累又饿还很困 看见水里游泳的雪雕 都想上去咬两口 海滩上只要算得上食物的东西 大夫都不会放过 海藻这东西虽然富含不少的蛋白质 但为了减轻肠胃的负担 最好还是切碎了炖着来吃 结果到了晚上肚子就开始窜息起来 白天硬着头皮吃的海带 全还给了大自然 身体本来就虚得尿尿都站不稳 现在一折腾就更虚了 他甚至长时间没有蛋白质摄入 被淘汰只是个时间问题 第二天本想换个地方下网 结果海浪又送了他一根大木头 他的鱼网不用看也知道又遭殃了 天天这种情况 大夫根本无法投放鱼网 大夫也慢慢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他开始改变捕食方案 既然烂鱼网抓不到鱼 那就将目标从海里的大鱼换成螃蟹 鱼钩都不用只需在绳子上绑上诱饵 直接放到海边的岩石缝中即可 这种方法果然不错 很快就有一只帝王蟹上钩了 如获至宝的大夫 激动地与吴伦似起来 这是他来到这里后 除了一辈之外收获的第二种蛋白质 看到水下还有这么多大螃蟹 大夫顿时就来了精神 还没来得及兴奋 第二只就赶着上钩了 接着第三只 还有第四只 前前后后大夫一共捕获了六只大螃蟹 虽然谈不上大鱼大肉 但应付今晚的晚饭应该是足够了 这种场面他在梦中碰到过很多遍 没想到开剧三十几天了 现在才实现 狂喜的同时内心不免有些心酸 来到了干饭时间 大夫大口大口地吃着蟹肉棒 他说这是他平生吃得最满足的一顿 从此刻起大夫直接化身 成为本级最强黑马选手 开局到现在一个月过去了 约瑟的豪华游艇 终于算是完供了 由于船体薄弱 经不起大风大浪 所以约瑟给他取名焦桂号 完供后第一时间就是下水试航 约瑟把焦桂号小心翼地扛到海边 生怕路边的树枝 一不小心就给他划破了 如果小船能顺利航行下海捕鱼就没问题 赢下百万奖金自然也就水到驱城 约瑟对着玩意的信心其实也不大 因此下水前还特意套了两件救生衣 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试水环节了 可谁都没料到 刚下水船身就晃得要命 根本无法稳定 还没划几下差点就来了个人养马帆 还好没有直接被小船盖帽 慌得一批的约瑟赶紧靠岸停下来 从这次试航情况来看 这艘游艇还有很多缺陷 看来这玩意布装的稳定价还真不行 希望他能尽快改造升级吧 否则就真的错过鲑鱼挥用时间了 他马上着手开始打造一套船体稳定支架 材料则是沙滩上捡到的浮标 之前捡到的塑料瓶 也刚好能派上用场 他在海边找了大半天才拿到一滚绳子 约瑟赶紧把船体搬到之前的海湾沙滩上 拿出稳定支架 开始用绳子固定在船身上 约瑟对他的豪华游艇越来越有信心了 虽然鲑鱼回游区距离他有三公里远 但为了三百万奖金 他必须放手一搏 一切准备就绪后 接下来就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了 有了稳定气的加持下 你还别说 这艘豪华游艇果然平稳了不少 一想到马上就能吃上大鱼大肉了 约瑟脑壳一热分起直追 然而干滑到湖水的正中央处 约瑟的屁股下就传来了阵阵凉意 低头一看 这下可完蛋了 船舱竟然破了个洞漏水了 焦贵号果然名不虚 船真的一点意外都扛不住 原来约瑟是紧张过度 脚趾头一用力就把船体戳穿了 啥也不用说了 赶紧靠岸再说 11分钟搞不好整个人都得喂鱼去 好在赶在沉船之前滑到了岸上 给小船仔细来了一番全身检查后 约瑟一共堵住了六个小破洞 没办法 看来今天的皇帝是诸实不已 还是先扛回去改天再试水吧 拉里自从换了营地后 生活质量虽然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但补鱼可不仅仅是靠运气就能行的 每天他都得按时检查鱼网 可这不争气的刺网 就是一条鱼毛都没抓到 单单靠山上的蘑菇冲击 已经满足不了身体所需的营养 更糟糕的是 他还发现了灶台上的几颗老鼠屎 上次就是因为老鼠吵到 他无法睡觉而搬家的 本以为搬家后老鼠不再是他的噩梦了 没想到新家这里依然生活着老鼠 俗话说忍无可忍 再忍便是蠢 于是他决定自制陷阱分起反击 看多了荒野求生节目 拉里也学了几招 他设置了一个简单的落实陷阱 里面放入海螺肉做诱饵 老鼠来了就让他瞬间变薯片 不出意外的话 今晚就能吃上新鲜热辣的烤肉了 一切准备就绪 接下来就是等待快递送货上门 然而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再次查看陷阱是虽然被触发了 但石头下就连根老鼠毛都没抓到 而且刚放下的诱饵还被扫光了 不得不说 这里的老鼠实在太狡猾了 拉里被气得差点当场翻白眼 他默默地换上更大更重的石头 这次一定得把老鼠压出屎 才能解他心头之恨 看情况拉里这次要动真格了 做好陷阱后 这暴躁哥直接放出狠话 夜色渐渐昏暗下来 忙碌了一天的拉里正准备入睡 突然听到了陷阱石头被触发的声音 赶紧出门查看情况 看他的表情应该是老鼠被压出屎了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一顿操作猛如虎之下 狡猾的老鼠就已经在陷阱上睡了过去 虽然这玩意四手五入都不够塞牙缝的 但这对于拉里来说 无疑是信心的一次大提升 真不愧是节目派来搞笑的 抓个老鼠都搞得像半夜抓猛鬼那样 可不料拉里的运气 从这只老鼠开始就爆炸了 到了下半夜 拉里又来到海边检查鱼网 时隔多日他的鱼网终于迎来了收获 一条飙肥体壮的石斑鱼到手 除此之外还收获了一只半斤重的大闸蟹 这下可把拉里给乐坏了 更让他兴奋的是 他的他的陷阱又收获了一只薯片 拉里一边窃喜 一边嘲笑着这些老鼠 他又重新地把陷阱布置好之后 这才兴冲冲地赶回营地处理食材 不料手上的老鼠都还没来得及处理干净 捕鼠陷阱再次传来了触发的声音 这老六可玩大了 看情况吃老鼠都挠到决赛圈了 这集玩的都是逆转风嘛 现在大夫在绝境中悟出了吊泄大法 而拉里则搞出了个不属神器 这两个差点退赛的家伙 难道要玩逆袭剧情了吗 生存挑战来到了第34天 贾斯丁目前可以说 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 脚趾头大的海螺这里满地都是 这让他对蛋白质从来没有半分焦虑 每天只需半个小时 就能收获满满一盘 四舍五入都能把这老六吃到撑出室来 猛火之下先用水煮一下 再用小刀挑出里面的螺肉 放入铁锅里加入葱姜蒜大火猛炒 一口下去 嘎嘣脆鸡肉味 这味道只能说是百吃不腻的人间美味 吃饱喝足后 贾斯丁才发现时间才过去半天 而他今天制定的任务已经全部完成 收集了食物 吃了中午饭 还锻炼了身体 回头一看时间还是个大早上 迷茫的贾斯丁发现自己已经无事可做了 好家伙 别人都忙得累死累活在搞食物 他倒好 吃喝不愁还觉得无聊 真的是人比人的死 货比货的扔呀 孤独寂寞冷瞬间从脚底涌上天灵盖 脑子时不时还不听劝就想着退赛 一想到这些天像是什么也没干 除了整天在撸铁就是在吃喝等死 心中的退赛冲动 越是无聊就越是激烈 在这段时间里 他用表现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同时也通过爬山达到了来这里的目的 他觉得人生就两件事 那就是冒险的精神和身心幸福 而这两件事在这几天里只有冒险精神 而幸福感却丝毫没察觉到 照他的实力完全可以在这继续生活下去 但他觉得并没有这个必要了 好家伙 但凡这老六卡里还欠着快 都绝对说不出这样的吉堂废话 这一瞬间贾斯丁似乎顿了什么 在第35天 贾斯丁正式宣布退出比赛 他对着节目组的镜头表示 前不前的无所谓 他只想要充实和快乐 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 还不如重新备战下一次冒险呢 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及时行恶 贾斯丁离开后 厂上还剩下四人 你们觉得谁会是下一个退赛的大佬呢 来来来 点个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生存挑战已经来到了35天 厂上还剩下四名求生大佬 之前大夫绝对是节目里混得最差的选手 可不知道是不是把幸运女生给睡了 狗屎云一叉接着一叉地找上门 眼看渔网十几天没收获 他就在海边钓起了大螃蟹 不料 他就像是捅了螃蟹窝一样 半天时间就钓到了我一年吃螃蟹的量 我说他是这一季的最强黑马逆袭选手都不过分 今天天气还不错 大夫决定乘胜追击继续来钓鱼 不得不说这里的资源那是真丰富 刚下钩就有一条六线鱼赶着咬线了 体型虽然大的不是很夸张 但拿回去简单吃一天绰绰有鱼 趁着水下的鱼形还不错 来不及兴奋大夫又扛着鱼竿准备再接再厉 不出意外一条更大的鱼又被拖出了水面 这可把大夫可乐坏了 刚出门没半个小时 就到手两条蛋白质 本以为这老头要回去生火干饭了 没想到镜头一转又是一条 这是天色已晚 今天大夫的迂惑也是收获满满 转眼又到了美食的烹饪时刻 辛苦了一天 当然要好好吃一顿犒劳自己 这荒野求生的日子 大夫算是过明白了 大夫在镜头前屁话说了很多 总结一句就是他想找女人了 而且还是惊虫上脑的那种 第二天大夫早早就起床了 昨晚的鱼肉现在依然让他回味无穷 因为之前饿了十几天 现在他脑子里没有女人只想搞书 今天他打算再钓几只螃蟹回来尝尝 看多了荒野求生节目得知 大螃蟹最喜欢吃的就是海鲜鱼头肉 刚好昨晚吃剩的鱼头 它刚好有两个 可没想到刚下钩就有鱼上钩了 可大夫的目标是水下的大螃蟹 没想到第二条鱼又赶着上钩了 这是今天收获的第二条鱼 虽然体型依然不是很大 但今晚的晚餐也算是有了保障 大夫打算一条留着今晚炖汤吃 另一条用来做诱饵钓螃蟹 可没想到接下来的操作 差点要了他的老命 很快他就把新鲜鱼头绑到了鱼线上 可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 好家伙 大夫差点就把自己都给喂螃蟹了 这着实把他吓得够像 鱼线和诱饵都没了 看来今晚吃螃蟹是要泡汤了 海水温度只有5度 石头的身体会让温度顺速流逝 为了避免引发失温症 大夫只好回家烤火堆 并且钻进睡袋里保持身体暖和 要是想拿走50万奖金 大夫绝对不允许自己有一丝丝意外 尼格尔绝对是玩得最轻松的选手 上一集说到他吃饱了撑着 十几斤的三文鱼 想多不想就放生了 但随意遭贱粮食是要受天前的 现在他别说拿奖金了 搞不好连吃草都是一种奢侈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 厄运正在向他慢慢靠近 心情舒畅还有闲心在晒太阳 看到一只小海豹在鱼网周围打转 这妹子还天真的觉得 这小可爱在逗他玩 可万万没想到 这海豹正是他的天敌 今天是他参赛的第37天 一大早他就看到了一条大鱼搁浅了 而且挣扎中还碰到了他的鱼网 没猜错的话 今天又是一个吃到撑出时的日子 可当时的水太深 根本无法及时收网 揣着激动又兴奋的心情去检查鱼网 可接下来的一幕直接让他惊呆了 好家伙 一条十几斤的大鱼 还剩个鱼头骨 这个没把尼克尔差点给气吐血 但还不是狠恶的尼克尔 居然还嫌弃这个吃剩下的鱼头 只是嗲嗲了两句就给扔了 不远处的水域正探出个小脑袋 来看着这一幕 没猜错的话 这鱼就是被这家伙给霍霍了 至此尼克尔的食物危机正式开启 要是下一顿还抓不到鱼 那么这大妹子就只能吃野草了 第二天一大早 有了前者的教训 尼克尔今天决定先下手围墙 可当他早早来到鱼网处一看 差点把他给系的大姨妈都提前来了 鱼毛都没抓到不说 刺网还被撕了一个大洞口 想都不用想 肯定是昨天那只小可爱干的 这鱼网可是尼克尔的生存保障呀 要是这张网给毁了 那么他就很难再坚持下去 估计这鱼网应该是被海豹定点标记了 尼克尔不得不把刺网转移 虽然这样会浪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但这也是他保住食物唯一能做的了 在回想起之前放生的三文鱼 尼克尔暗暗地开始后悔起来 上级说到约瑟给小船安排上了稳定器 可就在他第二次下水试航时 当他游到湖中心时 突然屁股下一阵凉意袭来 好家伙 刚坐好的船滋滋冒水了 好在约瑟及时回来靠岸 估计现在他都被拉回家全村吃起了 生存挑战来到了第39天 今天对约瑟来说 是个事关生死的日子 因为这是他出海打鱼的好日子 现在万事俱备 是时候去对面的河道收获大鱼了 足足用了二十几天打造的豪华游艇 就为了这一刻的作用 船身虽然有点清闲 但影响不大 要是恰好能赶上三文鱼的回游时间 那大鱼大肉根本不用愁 拿下五十万奖金 还不是手道心来 好不容易撑船来到对岸 看到沙滩上大量的海鸥在多食 证明这里的食物应该非常充足 然而老天爷又给这个大叔开了一次玩笑 瞪眼一看河水里连个鱼毛都没发现 周围还残留着各种各样的鱼骨头 约瑟当时心里就一颤 事实证明他还是来迟了一步 完美地错开了鲑鱼回游产卵的季节 拼尽了全力干了一些没结果的事 看到这种悲惨的现状 约瑟的心顿时就凉了半截 要说不生气是假的 估计退赛的心他都有了 接下来怕是要三天饿酒顿了 作为从事十几年生存教练的他 他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犯了个很低级的错误 那就是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了同一个篮子里 从周围海豹的数量来看 这片水域的资源还是很丰富的 约瑟很快就把形态调整了过来 于是他决定到深水区去钓鱼试试看 看多了荒野求生节目 他也跟着学会了一种特殊鱼竿的制作方法 通常人们都会用鹿角和骨头的 约瑟现在这条件只能用木头代替了 但也不得不佩服约瑟这手工活 做出来的鱼具事业美观又实用 赶紧划着心来的小游艇来到深水区 鱼竿用石头做尖坠塑塑料片当药耳 好家伙 这是深海玩路压调的节奏呀 马上开始第一次下钩锤钓 没过两分钟一条大鱼就赶着上钩了 这是一条大嘴鱼 又被称为海中鹅竿 五星级酒店的价格 能卖我两个月工资 将鱼货小心的收入囊中约瑟这才松一口气 开局到现在这么久 自己做的所有事情里 终于有一件算是成功了 要是每天都能来上一条鱼 那么他能熬到节目组破产都行 镜头来到了拉里这边 之前老鼠半夜开party吵到他差点精神崩溃 自从造了个不术陷阱后 一夜就把老鼠全家都给灭了 虽然晚上没有了小杰瑞的热闹 但他却深深地陷入了迷茫之中 没有了老鼠很无聊 拉里现在又怀念起了小杰瑞陪伴的日子 今天他打算做个拾木勺子来打发时间 目前选手们遇到的问题都是蛋白质食物 现在浪费时间去做木勺 我看着多少都有点奢侈了 可拉里对食物问题 似乎完全没有焦虑感 此时无聊孤独才是他面对的最大敌人 经过大半天的忙碌 勺子终于完工了 拉里随后又开始准备了晚餐 在新勺子的加持下效果还不错 就连喝白开水拉里都感觉很满足了 时间到了第40天 现在鲑鱼回油期已经结束了 这段时间尼克尔的刺网连根毛都没抓到 目前他唯一的食物是沙滩上的一辈 一想到本该属于自己的三维鱼 被水拉那只小可爱霍霍了就来气 这也许就是天狂必有灾 人狂必有祸 几天没吃饭的尼克尔 斗胆打起了黑熊的主意 运气好的话还能捡到一条漏嘴之鱼回来 黑熊的嗅觉是人的上千倍 稍有不慎尼克尔很可能吃不了兜着走 但这妹子简直胆子肥了 他边走边发出哄叫试图吓跑周围的黑熊 但这真的不会把黑熊引过来吗 果不其然很快就发现了地上的淤味 这妹子还嫌弃这肉太小看不上 结果越往里走 尼克尔的危机感就越强烈 他此时也正处于美洲豹的头戏范围内 瞬间脚底发麻的感觉直冲天灵盖 尼克尔马上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了 要是走慢一步 我真怕这尼子回不来了 拉里这祸一大早又在被怎么打发时间而烦恼 想了大半天也只有劈柴最靠谱了 每天拉里不是劈柴就是发呆 我就没看到过他去找食物蛋白质 好家伙这又是一位休闲求生选手 饿了就来到海边简单收集点一倍 有了收获就起锅烧火做饭 没有那就喝点热茶 在海边发呆混日子 晚上到点了就转进庇护所里睡大觉 就这样日复一日陷入了死循环 不说过上好生活吧 但日子还过得去 他从未试过一天会如此漫长的 孤独和寂寞慢慢地侵蚀着他的决心 这让拉里感到非常厌烦焦躁 他只能通过消耗大量体力去驱赶消极的情绪 但日复一日的重复一样工作 好像永远都没有尽头 本就沉默寡言的拉里抑郁症都差点熬出来了 后面几天他一直都在做思想斗争 为了50万 他不停地鼓励自己坚持下去 每时每刻都在遭受着精神的折磨 自己在咬起牙关在挺挺 也许50万美金就能入账了 但这杜日如年的日子实在太难熬了 到了挑战的第50天 他的内心终于松懈了 心中退赛的冲动直冲天灵盖 比赛已经接近尾声 那么拉里又是否能坚持熬到最后呢 来来来 点个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生存挑战来到了第51天 厂上还剩4名求生大佬 大早上温哥华岛上的植物 就披上了一层霜冻 看来冬天的寒冷也正在悄悄来临 月色昨晚睡觉冻得抖了一整个晚上 直到阳光把冻霜消除后 他才赶转出庇护所出海寻找食物 现在又雷又饿还很困 此时他急需两条大黄云来填肚子 这次捕捞方式 依然选择深水垂吊法 将余线绑在浮表上任 其自生自灭 接下来就是靠岸等着快递送货上门了 可就在他靠岸过程中 无意发现岸边居然瓢来了奇怪的东西 将镜头拉近可以看出 应该是个可利用的大宝贝 走近一看才知道 原来是个巨型浮表筒 将其倒转过来排空里面水分 好家伙 浮表筒周围全挂满了一杯 虽然有可能被赤潮毒性感染 但急不择时的约瑟决定好赌一把 他把浮表筒里里外外都收集了一遍 整整搞了一大包回去 要是吃完中毒 那么约瑟荒野之旅就到此为止了 直接将一杯放进锅里高温水煮 可此时的约瑟却开始怂了 30分钟后 一锅纤细飘飘的海鲜炖锅出炉了 闻着扑鼻的香味 哈拉子早就留了一地 约瑟也不管他三七二十几了 直接捧起一杯开始缩了起来 现在他只想好好体验一下 吃饱饭是什么感受 一晚上很快就过去 还好约瑟身体并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 舌头也没有重度的酸似感觉 看来海水的赤潮已经退去 这才让他提到嗓子眼的心放了下来 不满足于海鲜的约瑟 现在看到空中的老鹰 都想抓下来咬两口 可他知道这并不现实 还是老老实实地划船出海钓鱼吧 可随着寒冬气温下降 水里的鱼儿根本就没有上钩的鱼网 一次次的捕鱼失败 沉重地击垮了约瑟的内心的最后防线 孤独和寂寞就像找到了突破口一样 顿时就从脚趾蔓延了约瑟的全身 一股退赛的冲动 瞬间涌上心头 一边是对老婆孩子的思念 和对隔壁老王的担心 另一边却是三百万奖金尽在咫尺 这个在苦苦挣扎的大叔 最终又会怎么选择呢 镜头来到大夫这边 上集说到这老头子为了拿到三百万奖金 他已经在荒岛上挨了五十多天 没想到最后运气爆棚摇身 一变成了最强黑马 大夫就像捅了螃蟹窝一样 深海帝王蟹一下子就搞了几十斤回去 第二天钓鱼又出奇地爆户了 狗鱼 三文鱼 石斑鱼他通通都吃了个遍 可就在他想放手一搏时 老天爷却给他狠狠地上了一课 没想到下一秒直接就被大海没收了钓具 好家伙 差点还把自己给搭了进去 没办法 想要继续吃海鲜 那就得重新制作一个新鱼去了 可就坐在岸边编织鱼线时 经过我暂停视频再三确认 这肯定是一对热脸中的水雕 经过五十多天的朝夕相处 现在早就把大夫当成自己人了 动不动精虫上脑就在大夫面前撒狗粮 大夫早就对这俩小可爱起了杀心 奈何自己跑不过这两个小家伙 做好鱼线后 大夫决定接着海边钓鱼 今天他决定开辟新的钓点 说不定好运以来收获比之前的还多呢 至于鱼儿就用岩石缝上的隔离肉 本想着今天钓鱼能够大获全胜 可不料老天爷又跟他开玩笑了 大夫在海边站着西北风都喝饱了 可就是一条鱼毛都没钓到 好在附近还有个大水坑 有过钓螃蟹的大夫 深知这里肯定有不少大货 于是他便决定尝试着钓螃蟹 万万没想到这里的资源真丰富 刚下鱼竿就有帝王蟹赶着上钩了 接着第二个 第三个 好家伙 又是一轮连感收获模式 看着这双手都握不住的人间美味 大夫还有什么理由说饿肚子 看到手中的美食 这男人不经意的口水 就从眼角中飙了出来 众所周知 很多选手退赛都是因为吃得太饱了 大夫现在也出现了同样的困境 所以他为了不让自己闲下来胡思万想 只能千方百计地找活干 以此来分散他对老婆儿女的念头 他在松树上收集了大量树枝 这可是荒野求生这眼里的绝佳引火材料 将其放在贝壳里用碳火加热融化 然后将血从树绒放进里面 沾满树枝做成火龙 把这种绝佳的生活材料搞到手 就算接下来狂风暴雨的天气 大夫都不怕庇护所里搞不到火了 想比尼克尔这边就惨多了 原本明明可以大鱼大肉的妹子 如今脸上一丝笑容都看不到了 眼看冬天马上就要来临 气温也变得越来越冷 尼克尔只能提前准备一下干柴取暖 前些天在火堆里不是晒烤鱼就是晒螃蟹的 现在只能晒抹爱了 今天是他八岁儿子的生日 所以现在心里一委屈 就想到家里的儿子 对着屏幕就是 稀里哗啦一顿哭 完事后就该去检查渔网了 可结果也是毫无意外没有惊喜 上面除了些水草之外 其他毛都没抓到 看来这次真的要吃草充饥了 可万万令他没想到的是 连吃草这个想法 差点都成了奢侈 这两天的一波寒潮来袭 草地上的大部分植物都已经枯萎 在草地上埋头枯找了大半天 也没找到合适自己胃口的野草 好家伙 这下后悔之前的任性放生了吧 现在只能后悔莫及了 生存挑战来到了第53天 上级说到拉里被孤独和寂寞所笼罩 我都以为他要拿出电话宣告退赛了 没想到嘴上嗶嗶着要退赛 内心却想着迷惑对手 拿下300万奖金 现在天气变得越来越来 没想到却挣住了他的胃口 这下次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 天天砍柴烧火了 没错 家人和奖金他选择了后者 因此他一边在海边写着 我爱隔壁老王 另一边低着头 忏悔着自己的婚后罪行 他认为以前是他忽视了自己妻子 还说不应该一回到家 就打王者玩游戏 说着说着就把自己给感动了 发誓回家后必须好好补偿媳妇 老天爷一听这话就不愿意了 顿时乌云密布狂风四起 我还以为老天爷要给他一道天雷尝尝呢 这个发誓当吃菜的家伙 拉里可能也是害怕极了 赶紧搞了点淡水 躲进庇护所里避难 没想到下一秒天空就洒下来了冰雹 好家伙 还好躲得快 不然头顶今天给来个大开花 拉里嘴里说着担心其他选手的话 心里却恨不得他们一个个都惨遭不测 这场突如其来的冰雹 也正预示着挑战难度会再次迎来升级 这对选手们的生存意志 都是极大的考验 简短地睡了个午觉后 鸡肠碌碌的拉里被迫冒着大雨去检查陷阱 没想到今天的运气出现得好 又是一只肥美多只的野生老鼠 拉里说 要像吃雪糕一样舔着吃 要不是怕鼻涕虫有寄生虫 估计这货早就对他们下嘴了 但吃满老鼠的拉里 又陷入了迷茫中 无间的孤独又慢慢涌上心头 一脸甚需要的拉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经过了冰雹寒潮来袭 尼克尔这边的生活大不如以前 原本大鱼大肉吃不停的选手 今天决定探索一下后山的情况 幻想着再倒霉也能找点蘑菇来填肚子 可惜找了大半天山针以为全都是带毒的 好不容易找到几棵麻尾草 可这玩意只能用来刷牙漱口的 就在这个妹子绝望之际 终于在树枝上发现了一颗凋零的浆果 但吃饱喝足后又一个问题映入眼帘 浆果一般都是成片出现 但这一颗肯定是大黑熊吃剩下的 也就说这妹子已经身处黑熊领地了 在这多待一分钟 可能小命都不饱 随后她又来到沙滩上捡一杯 虽然这并不是什么长久之计 但勉强扛上几天并没什么问题 可一锅一被下肚 胃里还是空捞捞的 揣着饥饿尼克尔也想起了远方的老家 目前除了一张刺网事物来源外 并没有其他方式了 所以要是刺网抓不到鱼 那么她被淘汰只是个时间问题 直到生存来到了第57天 海面上突然就出现了死亡游艇的痕迹 我还以为是拉里宣布退赛了 可万万没想到原来是神仙开局的尼克尔 一手好牌被她打得惨不忍睹 天天大鱼大肉到最后搞到靠吃草为生 我只能说这妹子真的跟奖金无缘 她在这里坚持两个月 单单三位鱼就整整吃了几十条 至此生存挑战唯一的女选手 正是宣告退赛 要是这妹子参赛前学几招烟熏鱼肉的技能 也不至于鱼都多到吃不完而放生了 现在拿奖金的估计就是这妹子了 说实话 拉里的现状都比她强 除了吃鱼之外 她还能吃上老鼠 要不是精神出现了点问题 这个精神小伙熬个一年半载绝对没事 大早去检查陷阱 虽然远远看着被触发了 但石头下面并没有遇难的老鼠 这些老鼠应该是察觉了危险 吃诱饵的同时 还能完美地躲过陷阱机关 没关系 老鼠吃不到还有海鲜 不料上面也同样是鱼毛都没有 天气变了 大鱼就会游到深水区 想要潜水区抓到鱼简直难如登天 现在刺网可以说处于罢工状态 来这两个月的时间 鱼毛没抓到几条 早知道这样就不带刺网过来参赛了 目前能吃的东西已经不多 就连钓鱼都舍不得用鱼饵 手上谨慎的一杯 留给自己做最后的挣扎 约瑟目前的情况也不容恶观 自从造了条小船出来 大鱼大肉的条件基本已经解决 但目前还缺个女人暖被窝 要是把这个要求都给她满足了 四舍五入在这里遭个千人部落出来都不成问题 每天按时来到海边检查刺网 不出意外今天终于是上鱼了 给大鱼来了一套物理超度后 虽然满打满散都不够塞牙缝的 但比起那些还没解决温饱问题的选手们来说 这已经算得上神仙般的伙食了 回到庇护所 约瑟很快就吃上了鲜美的鱼汤 这一锅蛋白质下肚 约瑟赢下冠军已经毫无悬念了 那么接下来又会是谁惨遭淘汰呢 来来来 点个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生存挑战来到了第57天 场上还剩下三名求生大佬 大夫大早起床就在展示他的新武器 这是一根带有绳饼的长铁钉 这可是大夫眼里的大宝贝 只需往石头上轻轻一笑 一只肥美多只的帽贝就轻松到手 越到比赛后期 蛋白质就越重要 这根小铁钉很可能就是 大夫拿下50万奖金的垫脚石 收集了大量的贝壳后 大夫拿着鱼竿来到海边准备大杀四方 自从有了前几次大风收后 现在的大夫除了吃饭睡觉想婆娘之外 其他时间全都用在了钓鱼上 随着钓鱼技术越来越好 他在这里基本已经实现了鱼肉自由 在换了几次钓点之后 鱼钩终于迎来了收获 这是一条15斤的六线鱼 也是目前大夫收获的最大的一条 大夫来不及兴奋决定趁热打铁 还不到几分钟鱼线上又传来了动静 好家伙 这是要逆风翻盘了吗 赶紧处理食材准备生火干饭 将鱼皮直接扯下来捞海带凉弯吃 鲜嫩鱼肉则用来炖一锅老火汤 很快荒野里就弥漫着鲜美的鱼肉香味了 面对如此美味 大夫已经没有遗憾 要是能再给她个婆娘 那基本肯定会是一个完美炸裂的夜晚 同样遭受饥饿折磨的还有约瑟 现在看到海里的水塔都想抓上来摇两口 目前除了有食物危机之外 她的生活几乎达到了完美状态 可能是风水轮流转刚好被她碰上了 一直没有收获的鱼网 终于迎来了收获 轮起石头直接来了一套物理超度 这两条鱼总算是顺利地收入了囊中 虽然个头并不大 但塞牙缝还是绰绰有余的 作为专业的生存专家 约瑟把求生技能发挥到了极致 一口鱼汤下肚全身细胞都开始躁动起来 吃着美味的鱼肉欣赏屋外的美景 简直是人生一大乐趣啊 最后连锅带汤的一口气 把鱼肉吃得连渣都不剩 第二天一大早 约瑟从四面透风的庇护所里醒来 今天的海浪波涛汹涌 这对于靠捕鱼为生的约瑟来说 可不是件好事情 为了提高捕鱼的成功率 约瑟给鱼网加装了一套滑轮系统 只要站在岸边 就可以轻松地把鱼网收回来 可不料自己一个用力过猛 竟然把水利固定鱼网的木桩 都给拉了上来 这下可完毒死了 唯一可以获取失误的捕鱼桩子 已经受损 现在是涨潮之际 想要下水修复 除非不要命 没办法只能先把鱼网 扛回家洗洗早点睡吧 耶里约瑟又想到了个好办法 他用浮瓢装上圆环 再用绳子绑住鱼网 这样就能完美地解决 自动收网的难题了 这几天拉里这边一直都在下雨 本就郁闷孤独的心情 在此刻无限放大 发完神经后来到屋外检查老鼠陷阱 翻起来一看里面毛都没抓到 里面的诱饵却被吃了个精光 看来鸡贼的老鼠已经变聪明了 居然学会了万花丛中片也不沾身 除此之外 连鱼网上也没有半点蛋白质的影子 拉里已经很努力地在生存了 只是这出生地 本就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开局到现在 鱼网只抓到过两条小鱼 现在拉里都后悔带着玩意来参赛了 随着冬天的来临气温下降 这片区域能吃的东西已经所剩无几 拉里转头一想 与其把海螺肉拿来当诱饵 还不如直接拿回家一锅炖来吃呢 一只海螺只含有无卡路里 就是说一天吃两锅海螺 都不够它消耗的 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全面来袭 拉里现在被冻得连条土口都不如 如此环境下饥饿和孤独 更加的肆无忌惮了 每天干着同样的工作 想着同样的老婆孩子 这种折磨简直让他生不如死 一边是白花花的三百万奖金 另一边是可以马上退赛回家 要是你 你会怎么选择呢 虽然拉里已经几乎到达了崩溃的边缘 但一想到妻子儿女的支持 和银行卡那一串带减号的数字 即便已经知道机会渺茫 但死不断气的拉里 还是想再坚持一下 可人一旦有了放弃的念头 内心就会千方百计 找借口来说服自己脱鞋 原本坚持的信念也会悄然崩塌 刚吃完海鲜大补汤的大夫精神嘎嘎好 趁着天气好 他爸穿了两个月的臭袜子出来晒一晒 接着又拿着鱼竿来到海边碰鱼去 可惜他这次一做就是一上午 即便还没有收获 也打发了无聊的时间 可随着钓鱼技术越来越高超 就算运气再怎么差 也能捞到几条蛋白质回去塞牙缝 虽然吊起来的都是些小家伙 可对于大夫来说无一世纪的一大提升 照这样下去 熬过十年八年不敢说 但扛个一年半载绝对没问题 从开局三天饿九顿的状态 到现如今逆风翻盘的选手 大夫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像还是老的辣 在之后的日子里 大夫只要稳打稳扎的钓鱼 就能平安苟进决赛圈 要是能及时克服内心的孤独和寂寞 那么这个老头子拿下百万奖金 已经是铁板子钉钉的事情了 时间来到了五十九天 改变生存策略后 拉利生活质量明显变好 他烧掉了储存好过冬的干柴 吃掉了手上所有的事物 听完这番话把自己都给感动了 我本以为下一秒接人下班的邮轮就要出现了 没想到这家伙又抡起了斧头开始干活 转眼又到海边捡起了冒备蛋白质 好家伙 这家伙原来是嘴上说着要退赛 心里却想着怎么把对手熬死 这哪里是什么荒野求生呀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荒野耍心机呢 镜头来到约瑟这边 距离上次吃到蛋白质已经过去好几天了 此时的约瑟又累又饿还很困 他决定给小船加装一个平衡装置 然后去到更深的水域区碰碰运气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就这一次出海 让他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好家伙 小船一个侧翻差点把约瑟给盖帽了 好在他及时跳落了水中才免遭灾难 但同时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 一条鱼都没抓到 还差点把自己给搭了进去 这让约瑟的心心一下子跌到了谷底 随后他想都没想就掏出电话呼叫了节目组 在生命宴前50万简直不值一提 在看到节目组的那一刻 约瑟其实都还没做好退赛的准备 他整个人都憔悴了不少 整整两个月的努力在这一刻全部付诸东流 现在温哥滑倒的气温极低 身体湿透随时会引发低温症 现在这情况约瑟注定熬不过今晚 为了避免发生不可逆转的后果 所以现在离开也许是他最正确的选择 至此荒野独居第二季 最后一名技术性选手被淘汰 虽然看得非常遗憾 要是没有这个翻船事故的发生 也许约瑟才是那个真正能获得300万美金的选手 但试试难料大肠包小肠 意外和明天谁都不知道哪个先来 也许这就是他命中无缘美元吧 场上还剩下两名求生选手 一个是死不断气 心里却有些小心机的拉力 另一个是吃鱼肯瞎吃到你的大夫 老铁们 你更看好哪一位选手呢 欢迎大家点赞我的YouTube频道 开启小铃铛 每天及时关注最新求生视频动态 生存挑战来到了第60天 场上还剩下两名选手在苦苦挣扎 一个是第30天开始就吵着要退赛的拉力 另一个则是年过半百的老头子大夫 原来迫使拉力熬到现在的 不是什么坚强的意志 也不是什么老婆儿女 而是银行卡里代写号的遗传数字 她开始冷静下来 开始制作钓鱼装置 不管有没有收获 她都必须动起来 开局到现在她已经瘦了32磅 再不想办法搞点蛋白质出来身体可扛不住 她又用烂鱼王改造了一个捕鸟陷阱 利用一被肉当诱饵 然后挂在石头上 至于能不能抓住鸟没关系 只要是个蛋白质的就行 虽然嘴上整天吵着要退赛 但拉力深知还远远没到自己的极限 烤脚烤袜的我都见过 但穿着袜子烤脚的我还是第一次见 这货还说这是她家治疗老寒腿的祖传秘方 拉力从第一天登岛激动的睡不着觉 但由于经验不足一天内就换了两次宅基地 这让她的信心开始受到了严重打击 到第八天鱼王才迎来第一条蛋白质 可惜蛋白质还没到手鸭子就飞了 自那起就开始一蹶不振 精神处于萎靡状态 接下来的十几天里都是在庇护所里发呆 直到了第十五天 窝棚周围的老鼠夜夜生肖开party 这才把她的斗志重新引人起来 到了十七天她又重新搬了新营地 这是她开局以来第四次搬迁了 但没想到却让她找到了一块风水宝地 自那起她就吃上了野生大蘑菇 还喝上了鲜美的鱼头汤 整个人就像开了挂一样 一扫吃起了颓废 直到第32天她的陷阱迎来了第一只小老鼠 接下来几天精神状态就像打了鸡血 整个人都开始振作起来 可惜她的好运并没持续几天 到了第50天 整个人又出现了焦虑不安的情绪 直到第58天 情绪一再失控 差点就有了拿起电话退赛的冲动 最终不知不觉地就熬到了现在 到最后我才知道 她坚持到如今的秘密 竟然是银行卡里像手机号码一样长的负债金额 自从过上了大鱼大肉的生活后 大夫这几天的日子过得那时相当滋润 但即便有了蛋白质补充 她也明显感觉自己身体一天天在虚弱 毕竟自己的年龄摆在那里 大夫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虽然食物问题已经解决 可随之而来的孤独和寂寞却在成倍增加 所以现在钓鱼是她打发时间的唯一方法 也是获取蛋白质的最重要途径 虽然钓上的鱼儿个头都不大 但满足一日三餐的温饱完全没问题 这下可玩毒死了 倒嘴的鸭子飞了不要紧 关键还把陈年风师老关节给磕伤了 看来接下来几天得卧床休息才行 好家伙 本节目最大的黑马又被磕伤提子了 现在的她哪里也去不了 屋外还下着阴沉的小雨 回想第一天开局的自己 几兴奋又自信 可现在却被折磨得连条吐狗都不如 但大夫的确是个不折不扣的黑马选手 开局前十几天里都是挨饿在苦苦挣扎 钓鱼没收获 就连鱼王搞到的都是海藻 直到第十二天她终于钓起了第一条鱼 有了成功的钓鱼经验后 她的荒野之旅就像开了挂那样 海边终于就一直没停过 甚至还被她捅了螃蟹窝 十几天以来一只大鱼大肉天天吃 但人饿着的时候只想着找食物 可一旦吃饱喝足了脑子的烦恼就开始多了 闲下来时孤独和寂寞就会悄悄清洗着坚定的意志 但还好三个女儿的巨额学费让她坚持了下来 她认为世上没什么比穷更可怕的了 从开始的意志不被看好 到现在的杀入了决赛圈抢夺冠军 这个老头给我们完美的诠释了 什么叫做姜还是老的辣 生存挑战来到了第六十四天 拉丽的身体开始出现了不适 威脸的翻江倒海让她不断恶心想吐 这是身体机能出现损坏的表现 但她这辈子从来没放弃过什么 因此她还想继续坚持个十天半个月 代夫自从风湿老腿磕伤后 已经四天没出门了 停工就意味着无法获取蛋白质 饥饿再次成了这个男人的主要问题 但她放出了狠话 自己要么就扛着五十万买回去 要么就横着打包被抬出去 想要她自动放弃 从目前来看根本不可能 直到了第六十五天 一艘死亡游艇打破了湖面的平静 开局到现在已经两个月 这场堪比生死搏杀的比赛 终于分出了胜负 一个是负债累累的中年油腻大叔 一个是戴绿帽被戴怕了的单身老父亲 现在这个时候退出对他们来说都是残忍的鸡渠 随着节目组的镜头靠近 原来是拉里最终凹不住了 拉里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但无论是饥饿还是精神上的折磨 现有的条件已经不允许她再继续坚持下去了 拉里是我见过忍耐性性最强的选手 刚开局没几天就吵着要回家了 可谁能想到 她却一直扛到了决赛圈呢 嘴上说多么想对赛 心里却暗算着别的选手早点走 不管怎样都好 拼尽了全力走到现在 拉里这次荒野之旅 也算是毫无遗憾了 总比那些开局还没两小时 就退赛的玩家好上千倍了 踏上回家的游轮的那一刻 拉里所有的执着都已经释然 既然拿不到最后的奖金 那就早点回家找个工作摆烂算了 在比赛第66天的时间 场上还剩下一个人 大夫的冠军已经毫无悬念了 他的状态已经来到了将近崩溃边缘 这几天欲望一直都没有收获 饥饿让他想退赛的冲动越发强烈 再次拿着鱼竿来到湖边钓鱼 他认为穷他都不怕 荒野求生这点小磨难 根本不算什么 水利的水塔在欢快地游泳 仿佛都在嘲笑他饿得连狗都不如 可就再下一秒 Thank you Lord 大夫的鱼钩再次迎来新收获 不出意外的话再熬个十天半个月都没问题 可这时海面上一艘游艇急事而来 恶作剧的节目组通知他例行提醒 萌在鼓里的大夫静静等待着工作人员的检查 连日的饥饿让他消瘦了不少 这样大夫焦主又担心 他很怕节目组在这个时候直接强迫他退赛 即便身体已经极度虚弱上满失事伤疤 但他还是跟节目组表示 自己还可以继续比赛下去 就在这时大夫的大女儿在身后缓缓出现 这一刻谁都没有宣告结果 大夫就已经知道了 自己就是本级的冠军 两人拥抱了足足半个小时之久 大夫带着女儿参观他之前走过的路 跟女儿诉说着这两个月以来 自己有多不容易 此时一架冠军专属的直升机 带着三百万奖金缓缓飞来 看到这一期大夫如是重负 压在他身上的重担 这才敢放下来 在这里所付出的一切 终于有了回报 这个结局才是最完美的 既能赢下巨额奖金 还能给儿女一个美好未来 也许这就是一个老父亲最后的绝匠吧 在整个过程中 他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父爱如山 荒野独居第二季到这里 正是完美洒花 接下来还会有精彩的 荒野求生节目等着大家 点个赞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精彩视频吧